以塞亚书 第一章 当乌西亚 约坦 亚哈斯 希西加 作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塞亚得默示 轮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天哪 要听 地亚 侧以而听 因为耶和话说 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 他们警辈亦我 牛认识主人 卢认识主人的吵 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门却不留意 是犯罪的国民 担着罪业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话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你们为什么屡次背异 还要受责打魔 你们已经满头疼痛 全心发分 从脚掌到头顶 没有一处完全的 尽是伤口清肿 与身打的伤痕 都没有收口 没有钱果 也没有用膏滋润 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 你们的城一被火焚毁 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 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 紧存石安城 好像葡萄园的草棚 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成一 若不是万君之耶和话 给我们手流如种 我们早依仗所多玛 额摩拉的样子了 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 要听耶和话的话 你们这额摩拉的百姓 要侧以听我们上帝的训绘 耶和话说 你们所欠的许多祭物 与我何益呢 供免养的繁祭 和肥促的之由 我已经够了 供牛的血 羊羹的血 供山羊的血 我都不起悦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 使你们踐踏我的远远呢 你们不要再欠虚浮的公物 香品是我所争护的 月索和安息日并宣照的大会 也是我所争护的 作罪业 右手严宿会 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索和哲其 我心里恨恶 我都以为麻烦 我担当便不耐烦 你们举手祷告 我必遮眼不看 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 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你们要洗作自洁 从我眼前随掉你们的恶行 要止住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 吸孤而申冤 为寡苦便屈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虽像朱雄 必变成雪白 虽雄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 必压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 反到背翼 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可探忠信的城 变为妓女 宗前充满了公平 公义居在其中 现今却有空手居住 你的银子变为渣宰 你的酒用水参对 你的官场居心背翼 与盗策作伴 各都喜爱贵路追求装尸 他们不畏孤而申冤 寡苦的案件 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因此主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挨 我要向我的对头说恨 向我的敌人报仇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 练尽你的渣宰 随正你的杂质 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 将起初一样 复还你的谋事 将起先一般 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 忠信之一 石安必因公平得蒙救属 其中归正的人 必因公义得蒙救属 但背翼的和犯罪的 必一同败亡 离弃耶和华的 必至消灭 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杖树普愧 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杖树 好像无水稠冠的原子 有权势的必如麻囊 他的工作 好像火星 都要一同分位 无人撲灭 以塞亚书 第二章 阿摩斯的儿子以塞亚得默示 轮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珠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 来罢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上帝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分辉必出于石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泥头 把枪打成脸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哪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雅各家啊 来罢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耶和华 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 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 作观笑的像非利是人一样 并与外邦人激奖 他们的国满了金银 财宝也无穷 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两也无数 他们的地满了偶像 他们跪拜自己手所做的就是自己指头所作的 悲賤人屈失尊贵人下跪 所以不可遥恕他们 你当进入岩月 藏在土中 躲避耶和华的惊客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悲 性情狂傲的都必屈失 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必有万君耶和华降佛的一个日子 要临到骄傲狂妄的 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悲 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像树 又临到一切高山的晋岭 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 又临到他师的船隻 并一切可爱的美物 骄傲的必屈失 狂妄的必降悲 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偶像必全然废弃 耶和华兴起死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就进入石洞 进入土月 躲避耶和华的惊客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人必将为拜仪造的金偶像 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 到耶和华兴起死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好进入盘石洞中和岩石月女 躲避耶和华的惊客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们又要倚靠世人 他被恐女 不过有气息 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 以塞亚书 第三章 主万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尤大 除掉众人所倚靠的 所障赖的 就是所倚靠的梁所障赖的水 除掉勇士和战士 审判官和先知 占卜的和长老 五十夫长和尊贵人 谋士和有巧艺的 以及妙行法术的 主说 我必使鞋同作他们的首领 使婴鞋核管他们 百姓要被此欺压各人受伦赦的欺压 少年人必武慢老年人 卑賤人必武慢尊贵人 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 你有衣服可以作我们的官长 这败乐的事归在你手下罢 那时他必扬声说 我不作医治你们的人 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 你们不可立我作百姓的官长 耶路撒冷败乐 犹大卿道 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 反对 也了他荣光的眼目 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 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 并不隐瞒 好像所多马一样 他们有祸了 因为作恶自害 你们要论二人说 他必享福乐 因为要压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 恶人有祸了 他必遭灾难 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 至于我的百姓 孩童欺压他们 父女核管他们 我的百姓呀 引渡你的 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 耶和华在来辩论 暂着审判众文 耶和华必审问他文中的长老 和首领 说 一进葡萄原果子的 就是你们 向贫穷人所奪的 都在你们家中 主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 磋磨贫穷人的念呢 耶和华又说 因为石安的女子狂傲 行走挺汉 卖弄眼目超步随行 脚下叮当 所以主必使石安的女子 头长离仓 耶和华又使他们赤路下体 到那日主必随掉 他们华美的脚穿 发网月牙圈 耳环 手足 蒙念的柏子 华冠竹链 华带 香盒 扶囊 戒指备还 吉服 外套 云肩 荷包 手镜 细麻衣 果头巾 蒙身的柏子 必有臭烂代替轻香 承指代替腰带 光秃代替美发 麻衣是腰代替华服 落伤代替美容 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 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 石安的城门必悲伤 哀号 她必荒凉坐在地上 以塞亚书 第四章 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 说 我们压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 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 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 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 必华美尊荣 地的出产 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 显为荣华谋盛 主以公义的灵 和焚烧的灵 将石安女子的污位洗去 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症 那时 盛在石安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 在生命策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耶和华也必在石安全山 并各会众以上 使白日有烟云 黑夜有火焰的光 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 必有停止白日可以得任避暑 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 躲避狂风暴雨 以塞亚书 第五章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是我所爱者的歌 论他葡萄园的事 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 在肥美的山江上 他刨挖原子 剪去石头 栽种上等的葡萄树 在园中盖了一座楼 又作出压酒池 只望结好葡萄 反到结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尤大人那 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 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所作之外 还有什么可作的呢 我只望结好葡萄 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要向我葡萄园 怎样行 我必撤去尼巴 使他被吞灭 拆毁墙门 使他被踩踏 我必使他荒废 不再修理 不再挫炮 经济侧泥倒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不降雨 在其上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他所在爱的树 就是犹大人 他只望的是公平 谁知岛有报约 只望的是公义 谁知岛有冤性 和灾 那些以防接房 以地连地 以至不留于地的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我以闻万君之耶和华说 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 成为荒凉 无人居住 三十某葡萄园 只出一罢特酒 一瓦梅尼谷 总只结一依发粮食 和灾 那些清早起来 追求浓酒 流年到夜深 甚至因酒发烧的人 他们在言直上 弹琴古塞 激古 吹笛 饮酒 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 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 所以我的百姓 因无知就被老去 他们的尊贵人 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 故此阴间扩张其欲 开了无限量的口 他们的荣耀群众 繁华并快乐的人 都落在其中 悲賤人被压服 尊贵人降为悲 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悲 唯有万君之耶和华 因公平而崇高 圣者上帝因公义显为圣 那时羊群必来压草 如同在自己的草场 丰肥人的荒场 被游行的人压尽 和在 哪些以虚假之势 省掀罪业的人 他们又像以套省拉罪恶 说 任他急促行 赶快成就他的作为 使我们汉汉 任以色列圣者 所谋或的临近成就 使我们知道 和在 哪些清恶为善 清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虎为甜 以甜为虎的人 和在 哪些自以为有智慧 自看为通达的人 和在 哪些勇于饮酒 以能力吊农酒的人 他们因受贵怒 就称恶人为义 将二人的义夺去 火苗怎样吞灭碎佳 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 照样 他们的根必像纽密 他们的花 必像灰尘飞腾 因为他们厌弃万君之 耶和华的训辉 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他的百姓发作 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 山岭就震动 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 好象 分土虽然如此 他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 形身不缩 他必树立大旗 朝远方的国民 法师声叫他们 从地极而来 看那 他们必急速奔来 其中没有疲倦的 半跌的 没有打顿的 睡觉的 腰带并不放松 鞋带也不截断 他们的箭快利 公也想了言 马蹄算如 兼石车轮好象船锋 他们要敲叫 像母狮子 袍敲像笑装狮子 他们要袍敲 找食 坦然都去 无人救回 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敲叫 像海浪攀轰 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 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 以赛亚书 第六章 当乌西雅黄崩的那年 我见主座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弗士纳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念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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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栏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燕云 那时我说和哉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结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结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 王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箭从壇上取下来的 将炭尖我的口说 看那 这炭尖了你的嘴 你的罪业便随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请猜遣我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事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事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之由 耳朵发尘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我就说主呀 这到几时为止呢 他说直到成一方良 无人居住 房屋空闲 无人地土 极其荒凉 并且耶和华 将人迁到远方 在这境内 撇下的地土 很多 境内 盛下的人 若还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吞灭 将律书将书 虽被砍伐 书等子 却仍存留 这圣结的种类 在国中 也是如此 以赛亚书 第七章 乌西雅的孙子 若坦的儿子 由大王 阿哈斯 在位的时候 亚兰黄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 以色列王 比加上来 攻打耶路撒冷 却不能攻取 有人告诉 大卫加说 亚兰与以法连 以经同盟 王的心 和百姓的心 就都跳动 好像临中的树 被风吹动一样 耶和华对以赛亚说 你和你的儿子 撕亚亚述出去 到上池的水沟头 在漂泊地的大路上 去迎接亚哈斯 对他说 你要谨慎安静 不要因亚兰黄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 这两个无烟的火把头 所发的烈怒害怕 也不要心里胆怯 因为亚兰 和以法连 并利玛利的儿子 切恶谋害你 说我们可以上去 攻击犹大 扰乱他 攻破他 在其中 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 所以主耶和华 如此说 这所谋的必立不住 也不得成就 原来亚兰的首成 是大马式 大马式的首领 是利逊 六十五年之内 以法连必然破坏 不再成为国民 以法连的首成 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首领 是利玛利的儿子 你们若是不信 定言不得立稳 耶和华又晓语 阿哈斯说 你向耶和华 你的上帝求一个少头 或求险在深处 或求险在高处 阿哈斯说 我不求 我不是探耶和华 以赛亚说 大为家 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 在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 因此主自己 要给你们一个少头 必有同女怀孕 生子给他 起名叫以马内利 到他晓得 弃恶扎善的时候 他必压乳鱿与蜂蜜 因为在这孩子 还不晓得弃恶扎善之先 你所争护的那以王之地 必自见弃 耶和华 必使亚述王 攻击你的日子 临到 你和你的百姓 并你的父家 自从已法连离开 犹大以来 未曾有这样的日子 那时耶和华 要发思声 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 和亚述地的风子飞来 都必飞来 落在荒凉的谷内 盘石的月里 和一切惊激 尼巴中并一切的草场上 那时主必用大河外任的剃头刀 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 并要剃正胡桑 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没有牛毒 两只没有绵羊 因为出的奶多 他就得压奶油 在境内所净的人 都要压奶油与蜂蜜 宋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 值银一千射客纳的地方 到那时必强惊激和侄来 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 因为遍地满了惊激和侄来 所有用座炮滑的山地 你因怕惊激和侄来 不敢上那里去 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鲜踏之地 以赛亚书 第八章 耶和华对我说 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 写上马赫尼沙拉拉哈斯巴斯 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 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 撒加利亚记录者是 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失 他怀孕生子 耶和华就对我说 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 叫父叫母之先 大马式的财宝 和撒马利亚的老物 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 耶和华又晓语我说 这百姓既嫌弃西罗亚 缓流的水 喜悦利信和利马利的儿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 猛然冲来 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 必万过一切的水道 将过两岸 必冲入犹大 将日泛滥 直到颈巷 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 遍满你的地 列国的人民那 任凭你们圈阳 终必破坏 远方的众人那 当则以而听 任凭你们促起腰来 终必破坏 你们促起腰来 终必破坏 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 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 只教我不可行 这百姓所行的道 对我这样说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 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 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但要专万君之耶和华为圣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为巨的 他必作为圣所 却向以色列两家作 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向耶路撒冷的居民 作为圈套和网罗 许多人必在其上半脚跌倒 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前驻 你要卷起律法书 在我门徒中间封住份费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 雅各家的耶和华 我也要仰望他 看那我与耶和华所及我的儿女 就是从住在石安山万君之耶和华来的 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 哪些交诡的 和行无述的 就是声音绵盘 言语微细的 你们便回答说 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 在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 人当以分悔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 若不与此相符 必不得见神光 他们必经过这地 受艰难 受饥饿 饥饿的时候 心中焦燥 就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上帝 仰观上天 苦察下地 不了尽是艰难 黑暗 和幽暗的痛苦 他们必被赶入乌克的黑暗中去 以赛亚书 第九章 但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宋前上帝使西布伦地 和拿忽他利地被藐视 末后却使者沿海的路 若但河外 外邦人的 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阮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者国民凡多 加增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象收割的欢喜 象人分老物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负的重厄 和肩头上的象 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截断 好象在米甸的日子一样 战士在乱杀之间 所穿戴的盔甲 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 都必作为可笑的 当作火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刺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明称为奇妙 策士全能的上帝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位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主使一言入于雅国家 落于以色列家 这众百姓 就是以法联和撒玛利亚的居民 都要知道 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专长塔了 我们却要作石头建筑 桑树砍了 我们却要换香柏树 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顺的敌人 来攻击以色列 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有亚兰人 西有非利是人 他们将口要吞压以色列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这百姓还没有归向 击打他们的主 也没有尋求万君之耶和华 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 必从以色列中展 随头与美中之与奴位 长老和尊贵人 就是头 以方言教人的先知 就是美 因为引渡这百姓的 使他们走错了路 被引渡的 都必败忙 所以主必不 在阅他们的少年人 也不连述他们的 孤儿寡苦 因为各人是 舌毒的 是行恶的 并且各人的 口都说如妄的 话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邪恶障火焚烧 消灭 经激和疾泥 在囚密的树林 中着起来 就成为烟柱 旋转上腾 因万君之耶和华的烈怒 地都烧片 百姓成为火柴 无人连爱 帝兄 有人右边抢夺 仍受饥饿 左边吞压 仍不饱足 各人压自己 傍备上的肉 马拿西吞压以法连 以法连吞压马拿西 又一同攻击由大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以赛亚书 第十章 和灾 哪些设立不易之律例的 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 为要屈往穷佛人 奪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 以寡苦当作老物 以孤儿当作略物 到降佛的日子 有灾祸从远方临到 那时 你们怎样行呢 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 你们的荣耀传流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在 被老的人以下 仆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 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亚书是我怒气的棍 手中拿我恼恨的仗 我要打法 他攻击涉毒的国民 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恼的百姓 抢财为老物 夺货为量物 将他们踐踏 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心也不这样打算 他心里倒想毁灭 剪除不少的国 他说 我的神布 在北都市黄摩 加兰罗在北像 加基米斯摩 哈马在北像 阿尼拔摩 撒马利亚在北像 大马式摩 我手已经扣到有偶像的国 这些国雕刻的偶像 过于耶路撒冷和 撒马利亚的偶像 我怎样待撒马利亚 和其中的偶像 在北照让待耶路撒冷 和其中的偶像 主在石安山 和耶路撒冷 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 主说 我必伐亚述王 自大的心 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 因为他说 我所成就的事 是靠我手的能力 和我的智慧 我本有聪明 我挪而列国的地界 抢夺他们所接触的才 并且我将勇是 使座补座的刚为悲 我的手扣到列国的财宝 好将人扣到鸟窝 我也得了全地 好将人拾起所弃的雀胆 没有动刺绑的 没有张罪的 也没有名叫的 虎 在可向用虎 撼目的自夸 鸡 在可向用鸡 的自大 好比棍轮起那举棍的 好比将举起那非目的人 因此主万君之耶和话 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 变为羞弱 在他的荣华之下 必有火着起 如同焚烧一样 以色列的光必如火 他的圣者必如火焰 在一日之间 将亚述王的京激 和侧离 焚烧正尽 又将他树林 和肥田的荣耀 全然烧尽 好将拿君旗的分过去一样 他林中盛下的树必稀小 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 到那日以色列所圣下的 和雅各家所逃脱的 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 却要诚实倚靠耶和话 以色列的圣者 所圣下的 就是雅各家所圣下的 必归回全能的上帝 以色列啊 你的百姓 虽多如海沙 唯有圣下的归回 原来灭绝的事已定 必有公义施行 如水障日 因为主万君之耶和话 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所以主万君之耶和话 如此说 住石安我的百姓啊 亚述王虽然用军击打你 又照埃及的样子 举象攻击你 你却不要怕他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向你们发的奋恨就要完不 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 使他灭亡 万君之耶和话要兴起边来攻击他 好象在我立盘石那里 杀陆米颠人一样 耶和话的象 要向海伸出把象举起 象在埃及一样 到那日 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 他的厄必离开你的颈项 那厄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亚述王来到亚叶 经过米基麟 在密没安放之重 他们过了喊口 在加巴住宿 拉马人战经 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 加林的居民那要高声呼喊 来杀人那 虽听 爱在困苦的亚拿特亚 马得米那人躲避 基病的居民逃顿 当那日 亚述王要在挪白血兵 向石安女子的山 就是耶路撒冷的山 轮守攻他 看那主万君之耶和华 以经客削去树枝 掌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罚倒 囚物的树林 他要用铁器砍下 尼巴乱的树木 必被大能者罚倒 以塞亚书 第十一章 从耶稀的本必发一条 从他根生的之子 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也不凭以文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仗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陆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 信实必当他协下的带子 豺狼必与绵羊羹同居 炮子与山羊羹同胀 少壮狮子与牛毒 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红同食 牛毒必与小红同胀 狮子必压草与牛一样 压乃的孩子必换耍在灰蛇的洞口 断乃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月上 在我姓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 到那日耶西的 跟纳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尋求他 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当那日主必以次伸手 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遇盛的 就是在亚述 埃及巴提罗古什 以兰 士拿 哈马并种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 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以法连的疾道就必消散 妖害犹大的必被剪除 以法连必不疾道犹大 犹大也不妖害以法连 他们要向西非 迫在非利是人的肩头上 一同努略东方人 伸手按住以东和摩鸭 阿门人也必须服他们 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叉枯干 伸手用暴热的风 使大河分为七条 令人过去不致湿脚 为主如性的百姓 就是从亚述性下回来的 必有一条大道 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以塞亚书 第十二章 到那日你必说 耶和华啊 我要称借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 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你又安慰了我 看那上帝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传言 欢迎取水 在那日你们要说 当称借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将他所行的传扬 在万民中 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是普传天下 石安的居民 那当阳声欢呼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 以色列圣者乃为之大 以塞亚书 第十三章 亚摩斯的儿子 以塞亚德默士 伦巴比伦 应当在静光的山树立大旗 向群众扬声招手 使他们进入贵咒的门 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 我招呼我的勇士 就是那经跨高傲之辈 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山间有多人的声音 好象是大国人民 有许多国的门 聚集空让的声音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点齐军队预备打仗 他们从远方来 从天边来 就是耶和华 并他老恨的兵器 要毁灭者全地 你们要哀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象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所以人手都必软弱 人心都必消化 他们必经黄悲痛 仇虎必将他们抓住 他们疼痛 好象产难的妇人一样 彼此惊奇伤看 念如火焰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粉恨烈怒 使这地方良 从其中除灭罪人 天上的众星群叔 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 就变黑暗月亮 也不放光 我必因邪恶 凝罚世界 因罪业 刑罚恶人 使骄傲人的狂妄 只会制服 强暴人的狂傲 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小 使人比我非纯金更小 我万君之耶和华 在奋恨中 发烈怒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 使地遥陷 离其本位 人必将被追赶的六 将无人收罪的羊 各归回本族 各途到本土 凡被仇的追上的 必被赐死 凡被捉住的 必被刀杀 他们的婴孩 必在他们眼前率碎 他们的房屋 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 必被电污 我必激动 马代人来攻击他们 马代人 不注重银子 也不起爱金子 他们必用攻击碎少年人 不连敏妇人所生的 眼也不顾色孩子 巴比伦 素来 为列国的荣耀 为加勒底人 所惊夸的华美 必像上帝 所倾覆的 所多玛 我摩拉一羊 其内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 无人居住 阿拉伯人 也不在哪里 之搭杖棚 牧羊的人 也不使羊群 我在哪里 只有旷野的 走兽 我在哪里 袍敲的 兽满了房屋 托鸟住 在哪里 野山羊 在哪里 跳舞 豺狼 必在他 宫中呼号 野狗 必在他 华美殿内 敲叫 巴比伦 受罚的 时候 临近 他的日子 必不长久 以塞亚书 第十四章 耶和华 要连率 雅各 必在 拣选 以色列 将他们 安置 在本地 寄居的 必与 他们 联合 紧贴 雅各 家 外邦 人 必将 他们 带回 本土 以色列 家 必在 耶和华 的地上 得外 帮人 为 毒 匹 也要 劳略 先前 劳略 他们 的 核制 先 前 欺压 他们 的 当耶和华 使你 脱离 仇苦 烦恼 并人 勉强 你 作的 苦 得 享 安息 的 日子 你 必提 这 诗歌 论 巴比 伦 黄 雪 欺压 人 的 何 境 熄 弃 强 强 的 何 景 止 诗 耶和华 截断了 恶人 的 象 核制 人 的 龟 就是 在 憤怒 中 连 连 攻击 众 民 的 在 怒 气 中 核 制 列 国 行 迫 百 无人 阻止 的 现在 全地 得 安息 享 平静 人 皆 发声 欢呼 从 树和 利 巴 乱 的 香 薄 都因 你 欢 乐 雪 自从 你 扑倒 再 无人 上来 陷伐 我们 你 下到 阴间 阴间 就因 你 震动 来 迎接 你 又 因 你 惊动 在 世 曾 为 首领 的 阴魂 并 使 那 曾 为 列国 君 王 的 都 离 位 站 他们 都要 发言 对 你说 你 也 变 为 软弱 将 我们 一样 魔 你 也 成了 我们 的 样子 明亮之声 早晨之子 啊 你何 竟从天 聚落 你 这 公拜 列国 的 何 竟被 堪 在 地上 你 心里 曾 说 我要 升到 天上 我要 高举 我的 宝座 在 上帝 众 星 以上 我要 坐在 聚会 的 山 上 在 北方 的 极 处 我要 升到 高 云 之上 我要 与 至上 者 同等 然 而 你 必 聚落 陰间 到 坑中 极 深 之处 凡 看 见 你的 都要 定征 看 你 留意 看 你 说 使 大地 战斗 使 列国 震动 使 世界 如同 荒野 使 成 一 傾覆 不惜 放 被老 的人 归 家 是 这个 人 魔 列国 的 君 王 驱角 在 自己 阴窄 的 荣耀 中 安 谁 唯独 你 被 抛弃 不得 入 你的 坟墓 好 像 可 争 的 之 子 以被 杀 的人 唯一 就是 被刀刺 透 罪落 坑中 石头 那 女 的 你 又 像 被 踐踏 的 尸 手 一 样 你 不得 与君 王 同 葬 因为 你 败坏 你的 国 杀 你的 民 恶 人 后 的 名 必 永 不提 说 先 人 既 有罪孽 就要预备 杀陆 他的 子孙 免得 他们 兴起来 得了 遍地 在世上 收满 成一 万君 之 耶和 话 说 我 必兴起 攻击 他们 将 巴比伦 的 名号 和所 如 圣的人 连子 大孙 一 并 剪除 这是 耶和 话 说 的 我 必 使巴比伦 为 战朱 所得 又 变 为 水池 我要 用 灭亡 的 在世 说 我 怎样 思想 必 照样 成就 我 怎样 定义 必 照样 成立 就是 在我 地上 打折 亚术 人 在我 山上 将 他 踐踏 他家 的 厄 必 离开 以色列 人 他家 的 重担 必 离开 他们 的 肩头 这是 向 全地 所 定 的 旨意 这是 向 万国 所 伸出 的 手 万 君 之 耶和 话 既然定义 谁能 废弃 这 他的 手 已经 伸出 谁 能 转回 呢 阿哈 斯 黄 崩 的 那年 就 有 以下 的 默 是 非 利 是 全地 亚 不要 因 打 你的 象 折 断 就 起 落 因为 从 蛇 的 根 必 生 毒 蛇 他 所 生 的 是 火 燕 的 非 龍 貧 寒 人 的 掌子 必 门 那 应当 哀 好 成 呀 应当 呼 喊 非 利 是 全地 呀 你都 消化 了 因为 有 烟 从 北方 出 来 他 行 五中 并 无 亂 对 的 可 怎样 回答 外邦 的 使者 呢 必 说 耶和 华 建立了 石安 他 百姓 中 的 困 苦 人 必 投奔 在 其中 以塞 雅 書 第十五章 论摩鸽的 默氏 一夜之间 摩鸽的 雅尼 变为荒废 归于 无有 一夜之间 摩鸽的 基尼 变为 荒废 归于 无有 他们 上巴 亦又 往底本 到高处 去哭 一 摩鸽人 因尼波 和 米底巴 哀号 各人 头上 光秃 胡桑 替静 他们 在 街市 上 都 腰束 麻布 在 房顶 上 和 宽阔 处 驱角 哀号 眼泪 汪汪 希实 本 和 以 利 亚 利 悲哀的 声音 达到 雅杂 所以 摩鸽 带 兵器 的 高 声 善阳 人心 賤 惊 我 心 为 摩鸽 悲哀 他的 贵 就 葡道 所 尼 到 伊基 拉 斯 利 斯 雅 他们 上 老 希 波 随 走 随 哭 在 荷 罗 念 的 路上 因 毅 滅 举 喜 哀 声 因为 凌 林 的 水 成 为 干 阔 清 草 枯 干 亂 草 滅 清 绿 之 物 一 无 所有 因此 摩鸽 人 所得 的 财物 和 所 职促 的 都要 混 过 柳 树 河 爱 聖 遍 文 摩鸽 的 四景 爱 好 的 声音 达到 以基 连 爱 好 的 声音 达到 比利 以林 底 门 的 水 充 满 血 我 还 要 加 增 底 门 的 灾难 叫 狮子 来 追上 摩鸽 逃脱 的 民 和 那 地上 所 如 成 的人 以 塞 亚 书 第十六章 你们当 将 羊 高 奉 那 地 掌 拳 的 从 西拉 往 旷野 送到 石安 城 的 山 摩鸽 的 居民 在 鸦 乱 道 口 必 像 由 非 的 鸟 如 拆 窝 的 初 求 你 献 謀略 行 公 平 使 你的 影子 在 五 間 如 黑夜 隐藏 被 赶 散 的人 不可 显露 逃文 求 你 容 我 这 被 赶 散 的人 和 你 同 居 至于 摩鸽 求你 作 他的 隐密 处 脱离 滅命 者 的 面 勒索 人 的 归于 无有 毁滅 的是 只识了 欺压 人 的 从 国 中 除 滅了 必 有 寶座 因此 爱 建立 必 有一 位 成 成 实实 坐在 其上 在 大 位 将 莫 中 施行 審判 尋求 公平 促行 公 而 我们 听说 因此 摩鸽 人 必 为 摩鸽 哀 好 人 人 都 要 哀 好 你们 摩鸽 人 要 为吉利 哈列 切的 葡萄 餅 哀 極其 忧伤 因为 欺 实本 的 田地 和 西 比 马 的 葡萄 树 都 残 了 列国 的 君主 折 其 上 美 好的 之子 这 之子 長 到 瓦 然 到 旷野 亂之 向外 探出 直探 过 岩海 因此 我要 为西 比马 的 葡萄 树 哀哭 与 雅 借人 哀哭 一样 欺实本 以 利亚 利亚 我要 以 眼泪 囂 灌 你 因为 有 交战 纳 喊 的 声音 临 到 你 夏天 的 果子 并 你 收割 的 庄 从 肥美 的 田 中 奪 去了 歡喜 快乐 在葡萄 圆 里 必 无歌唱 也 无 欢呼 的 声音 踩走 的 在 酒 诈中 不得 踩出 走来 我 使他 欢呼 的 声音 止 因此 我心腹 为 摩鸭 哀名 如琴 我 心腸 为 吉利 哈 列 切 也 是 如此 摩鸭 人 朝 见 的 时候 在 高 处 疲 佛 又 到他 圣所 祈祷 也 不蒙 应允 这是 耶和 话 宗前 论 摩鸭 的话 但 现在 耶和 话 说 三年 之内 照顾 公 的 年 数 摩鸭 的 荣耀 与他的 群众 必被 藐视 如性 的人 甚少 无几 以赛 亚书 第十七章 论 大马式 的 默 是 看 那 大马式 已被 廢棄 不再 为成 必辨 作 联 对 亚 罗 你的 成 一 已被 撇弃 必成 为 牧羊 之处 羊 在 那 里 躺 我 无人 惊 以 法 年 不再 有 保障 大马式 不再 有 国权 雅兰 所 盛下 的 必将 以色列 人 的 荣耀 消灭 一样 这是 万君之 耶和 话 说 的 到 那日 雅各 的 荣耀 必至 僥薄 他 肥半 的 身体 必 占 受 药 就 必 将 收割 的人 收脸 和家 用手 割 取 穗子 又 将 人 在 利 佛 音谷 拾 围 落 的 穗子 其 间 所 盛下 的 不多 好 将 人 打 橄欖 树 在 尽上 的 支 梢 上 只剩 两三 个 果子 在 多 果 树 的 旁 支 上 只剩 四 五 果 果 子 这是耶和华 以色列的 上帝 说的 当那日人 必仰望 做他们的主 眼目 仲看 以色列的 圣者 他们 必不仰望 祭坛 就是自己手 所触的 也不从看 自己指头 所作的 无论是木偶 是日像 在那日 他们的 坚固城 必将树林 中和山顶 上所 撇弃的 地方 就是 松前 在以色列人 面前 被人 撇弃的 这样 地就 方良了 因你 忘记 救你的 上帝 不纪念 你 能力 的 盆石 所以 你 栽上 尾 的 树 央子 插上 二 样 的 栽子 栽种 的 日子 你 周围 圈上 尼巴 又 到 早晨 使 你 所 种 的 开花 但 在 仇 苦 極其 相 痛 的 日子 所 收 过 的 都 非 去了 喊多 文 洪 让 好象海浪攀轰 列邦 奔藤 好象猛水 滔滔 列邦 奔藤 好象多水 滔滔 但上帝 斥责 他们 他们就 远远逃避 又被追赶 如同山上的 风前腔 又如暴风前的 船风土 到晚上有惊客 未到早晨 他们就 没有了 这是 劳略 我们之人 所得的 分 是 抢奪 我们之人 的 报应 以赛 亚书 第十八章 矮古实 河外 翅膀 擦擦 响声 之地 猜遣 使者 在水面 上 坐 葡 草 船 过海 先知 说 你们 快行 的 使者 要 到 高 大 光 滑 的 文 那 旅去 自从开国以来 那文极其可谓 是分地界 踐踏人的 他们的地 有江河分开 世上一切的居民 和地上所住的人那 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 你们要看 吹角的时候 你们要听 耶和华对我这样说 我要安静 在我的居所观看 如同日光中的清热 又如露水的云霧 在收割的热天 收割之先 花开以借 花也成了 将熟的葡萄 他必用黏刀削去 乱枝 又坎掉 蔓延的枝条 都要撇 及山间的 智鸟 和地上的野兽 夏天智鸟 要缩在其上 冬天 野兽都 饿在其中 到那时 这高大光滑的文 就是从开国以来 极其可谓 分地界 踐踏人的 他们的地 有江河分开 他们必将 礼物奉 给万君之 耶和华 就是奉到石安山 耶和华 安置他名的地方 以塞亚书 第十九章 论埃及的默示 看那 耶和华 成家快云 临到埃及 埃及的偶像 在他面前 战经 埃及人的心 在里面 消化 我必激动 埃及人 攻击埃及人 帝卿 攻击 帝卿 轮射 攻击 轮射 这成攻击 那成 这国 攻击 那国 埃及人的 心神 必在里面 耗尽 我必敗坏 他们的 谋略 他们必求 问偶像 和念咒 的 交贵 的 行无述 的 我必将 埃及人 交在 残忍 主的 手中 强步 王必 核制 他们 这事主 万君之 耶和 华 说的 海中 的 水 必 绝尽 何也 消 没 干 确 江河 要 变臭 埃及 的 河水 都必 减少 枯干 位子 和 劳的 都必 残 靠尼 罗 河旁 的 草田 并原 尼罗 河 所 种 的 田 都必 枯干 尚架 被风吹 去 归于 无有 打 雨的 必 哀哭 在尼罗河 一切 钓雨的 必 悲伤 在水上 撒 亡 的 必 都 虚弱 用疏 好的 麻 做 物的 和 迹 白 布 的 都 必 羞愧 国 处 必 被 打 碎 所有 容 公 的 心 必 受 烦 所安 的 首领 極其 愚昧 法老 大 有 智慧 的 謀 是 所 酬 惑 的 成为 预谋 你们 怎敢 对法 老 说 我是 智慧 人的 子孙 我是 古王 的 后裔 你的 智慧 人在 哪里 万君 之 耶和 华 向 埃及 所 定的 子 意 他们 可以 知道 可以 告诉 你 所安 的 首领 都 变为 愚昧 挪忽 的 首领 都 受了 迷惑 当 埃及 之派 防 角石 的是 埃及 人 走 了路 使埃及 一切 所作的 都有 差错 好象 醉走 之人 嘔吐 的时候 东倒 西 歪 一样 埃及 中 无论 是 头 与 美 中 之 与 奴 位 所 作 之 功 都 不成就 到 那日 埃及 人 必 像 婦人 一样 他们 必 因 万君 之 耶和 华 在 埃及 以上 所 伦 的 首 战 惊 怕 由大地 必 使埃及 惊恐 向谁 提 在 由大地 谁 就 惧怕 这是 因 万君 之 耶和 华 向 埃及 所 定 的 旨意 当 那日 埃及 地 必有 五成 的人 说 加 南 的 方 言 又 指着 万君 之 耶和 华 在世 有一成 必 称为 灭亡 城 当 那日 在 埃及 地 中 必 有 为 耶和 华 足 的 一 座 在 埃及 的 边界 上 必 有 为 耶和 华 立的 一 根 柱 这 都要 在 埃及 地 为 万君 之 耶和 华 作 记号 和 证据 埃及 人 因为 受 人 的 欺压 埃求 耶和 华 他 就 猜遣 一位 救主 作 护 为 者 拯救 他们 耶和 华 必 被 埃及 人 所 认识 在 那日 埃及 人 必 认识 耶和 华 也 要 献祭 密和 公 密 敬拜 他 并向 耶和 华 许 愿 还 愿 耶和 华 必 激打 埃及 又 激打 又 医治 埃及 人 就 歸 向 耶和 华 他 必 应 找 他们 的 祷告 医治 他们 当 那日 必 有从 埃及 通 亚述 去 的 大道 亚述人 要 进入 埃及 埃及 人 也 进入 亚述 埃及 人 要 与 亚述人 一同 敬拜 耶和 华 当 那日 以色列 必 与 埃及 亚述 三国 一略 使 地上 的人 得福 因为 万君 之 耶和 华 赐福 给 他们 说 埃及 我的 百姓 亚述 我 首的 工作 以色列 我的 产业 都有 福 以赛 亚 书 第二 十章 亚述 黄 撒尼根 打法 他 你探 到 亚 实 特 的 那 年 他 你探 就 攻 打 亚 实 特 将 成功 取 那时 耶和 华 晓 亚 摩 斯 的 儿子 以赛 亚 说 你 去 解 你 腰 的 麻 布 脱下 你 脚上 的 鞋 以赛 亚 就 这样 作 让路身赤脚行走三年 作为关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奇迹 照样 亚述王也必老去埃及人 略去古实人 无论老少都路身赤脚 现出下体 使埃及蒙羞 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实 所夸耀的埃及京王羞愧 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 看那 我们素所仰望的 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 不过是如此 我们怎能逃脱呢 以赛亚书 第21章 论海旁旷野的默示 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 好象南方的船风 猛言掃过 令人凄惨的意象 以默示于我 鬼诈的行 鬼诈毁灭的行毁灭 伊兰娜 你要上去 马代亚 你要围困 主说我使一切叹色止住 所以我满腰疼痛 痛苦将我抓住 好象产难的妇人一样 我疼痛甚至不能听 我惊王甚至不能看 我心慌张 惊恐威吓我 我所羡慕的黄昏 便为我的战经 他们摆设言直 派人守望 又压又渴 守令呀 你们起来 用油没盾牌 主对我如此说 你去设立守望的 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 他看见军队 就是骑马的一对一对的来 又看见牢队 骆驼队 就要侧以誓听 他象师子敲叫说 主呀 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 整夜立在我守望所 看那有一对军兵骑着马 一对一对的来 他就说 巴比伦 聊到了 聊到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 都打碎于地 我被打的和家 我墙上的谷啊 我从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 哪里所听见的 都告诉你们了 论到马的默示 有人声从西利夫问我说 守望的呀 野里如何 守望的呀 野里如何 守望的雪 早晨将到 黑夜也来 你们若要问 就可以问 可以回头再来 论阿拉伯的默示 抵蛋结伴的客女呀 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 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 送给口渴的 拿饼来迎接逃避的 因为他们逃避都剑 和出了超的都 并想了然的功 与刀兵的重灾 主对我这样说 一年之内 照顾公的年数 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 弓箭首所如胜的 就是基达人的勇士 必然稀少 因为这是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说的 以赛亚书 第二十二章 论二象谷的默示 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想仿顶呢 你这满处纳喊大有圈蛙的城 欢乐的一押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 你所有的官场一同逃跑 都为弓箭首所捆绑 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 他们本是徒往远方的 所以我说 你们转眼不看我 我要痛哭 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 就竭力安慰我 因为主万君之耶和华 使以仗谷有溃乱 踐踏繁药的日子 城被攻破哀星达到山间 以难带着箭袋 还有座战车的和马兵 吉利揭开盾牌 你家美的谷片满战车 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 他去掉油大的遮盖 那日你就仰望临库内的军气 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 便聚绩下池的水 有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 将房屋拆位修补城墙 又在两道城墙中间 挖一个聚水池 可胜旧池的水 却不仰望作者是的主 也不顾念从古定者是的 当那日主万君之耶和华 叫人哭一哀号 头上光督身披麻布 谁知人倒欢喜快乐 宰牛撒羊 压肉喝酒 说我们压喝罢 因为明天要死了 万君之耶和华 亲自默示我说 这罪业直到你们死 断不得赦免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 说的 主万君之耶和华 这样说 你去见掌人赴的 就是家宰舍白那对他说 你在这女作什么呢 有什么人 竟在这女作坟墓 就是在高处为自己作坟墓 在盘石中为自己作出 安身之所 看那耶和华必像大有力的人 将你紧紧前果揭力抛去 他必将你滚成一团 抛在宽阔之地 好像抛求一样 你这主人家的羞辱 必在那女坐你荣耀的车 也必在那女死亡 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 你必从你的元位设下 到那日我必照我 伯仁希腊家的儿子以利亚境来 将你的外婆给他穿上 将你的腰带给他 继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 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由大家的父 我必将大卫家的药时放在他肩头上 他开无人能关 他关无人能开 我必将他安稳 将钉子钉在坚固处 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他父家所有的荣耀 连儿女带子孙 都挂在他身上 好象一切小器皿 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 万君之耶和华说 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 必压斜 被砍断落地 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 第23章 论推罗的墨是 他师的船隻都要哀号 因为推罗变位方长 甚至没有房屋 没有可进之路 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 沿海的居民 就是素来靠航海 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 你们当静默无言 在大水之上 西渴的粮食 尼罗河的庄家 是推罗的进行 他作列国的大码头 西顿那 你当惭愧 因为大海说 就是海中的保障说 我没有渠牢 也没有生产 没有养育男子 也没有抚养同女 这风声传到埃及 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 极其疼痛 推罗人那 你们当过到他师去 沿海的居民那 你们都当哀号 这是你们欢乐的城 从上古而有的摩 其中的居民 往远方寄居 推罗本是次冠冕的 他的商家是王子 他的买卖人 是世上的专贵人 遭遇如此 是谁定的呢 是万君之耶和华所定的 唯要污辱一切高傲的荣耀 使地上一切的专贵人被藐视 他师的文那 可以留行你的地 好象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 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 震动列国 至于加南他已经吩咐 拆毁其中的保障 他又说 受欺压西顿的居民那 你必不得再欢乐 起来过到基提去 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揭 看那加勒底人之地 向来没有这文 这国是亚述人 围住旷野的人所立的 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 推罗的宫殿 使他成为方梁 他师的船隻都要哀号 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方长 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 七十年 照着一皇的年日 七十年后 推罗的警方 必像妓女所唱的歌 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 拿琴周留城内 考弹多唱 使人再想念你 七十年后 耶和华必眷顾推罗 他就仍得利息 与地上的万国交易 他的货财和利息 要归耶和华为胜 必不惜展存留 因为他的货财必 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 使他们压饱 穿内狗的衣服 以赛亚书 第二十四章 看那耶和华使地空虚 变为方娘 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 那时百姓怎样 祭司也怎样 仆人怎样 主人也怎样 匹女怎样 主母也怎样 买物的怎样 卖物的也怎样 放债的怎样 借债的也怎样 取利的怎样 出利的也怎样 地必全然空虚 尽都方良 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地上悲哀衰残 世界败落衰残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 地被其上的居民污蔚 因为他们犯了律法 废了律例背了永弱 所以地被就座吞灭 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 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 剩下的人稀少 伸走悲哀 葡萄树衰残 心中欢乐的驱都叹息 激古之乐止息 焰乐人的声音原不 弹琴之乐也止息了 人必不得饮酒唱歌 喝农酒的必以为苦 荒凉的城拆毁了 各家关门闭户 使人都不得进去 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 一切起落变为昏暗 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 城中只有荒凉 城门拆毁静 在地上的万民中 必像打过的橄榄树 又像以窄的葡萄所静无几 这些人要高声欢呼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 从海那里扬起声来 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 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 以色列上帝的名 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 说荣耀归于二人 我却说我消灭了 我消灭了 我有祸了 鬼诈的行鬼诈 鬼诈的大行鬼诈 地上的居民那 恐惧 陷坑 网罗都临近你 躲避恐惧声音的必聚入陷坑 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前驻 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 地的根基也震动了 地全然破坏 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 地要东倒西歪 好象醉走的人 又摇来摇去 好象吊藏 罪过在其上沉重 必然塔陷不能复起 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 必惩罚高处的众君 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 他们必被聚集 将囚犯被聚在牢狱中 并要囚在监牢女多日之后 便被讨罪 那时月亮要蒙羞 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必在石安山 在耶路撒冷作王 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 必有荣耀 以赛亚书 第二十五章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上帝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成 实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你使成变为乱堆 使坚固成变为方长 使外邦人宫殿的成 不再为成 永远不再建造 所以刚强的文 必荣耀你 强暴之国的成 必敬畏你 因为当强暴人 吹逼人的时候 如同暴风直吹长逼 你就作贫穷人的保障 作困乏人 急难中的保障 作躲暴风之处 作被炎热的阴凉 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圈蛙 好象干燥地的热气下落 禁止强暴人的海哥 好象热气被云影消化 在这山上万君之耶和华 必为万民用肥金切摆延殖 用陈酒和满水的肥金 并澄清的陈酒切摆延殖 他又必在这山上 除灭遮盖万民之物 和遮蔽万国蒙念的柏子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主耶和华必拆去 各人念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那日人必说看 那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素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 欢喜快乐 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 摩鸭人在所居之地 必被踐踏好象 干草被踐踏在分池的水中 他必在其中身开手 好象伏水的身开手伏水一样 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 和他手所行的诡计 一拼敗落 耶和华使你丞相的 坚固高台傾到 拆平直到尘埃 以赛亚书 第26章 当那日在由大地人 必唱者歌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 耶和华要将救恩 定为城墙 为外国 躺开城门 使手信的二民得已进入 建心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 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盆石 他使住高处的 与高城一拼敗落 将城拆位 拆平直到尘埃 要被脚踐踏 就是被困苦人的脚 和穷佛人的脚踐踏 二人的道 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 必修平二人的路 耶和华啊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 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 你的名 就是你哪可纪念的名 耶间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 切切尋求你 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 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以因为代恶人 他仍不学习公义 在正直的地上 他必行事不易 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耶和华啊 你的首高举 他们仍然不看 却要看你为百姓法的热心 因而普愧 并且有火消灭你的敌人 耶和华啊 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 因为我们所作的事 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啊 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 核我们 但我们尊要倚靠你 提你的名 他们死了 必不能再活 他们去世 必不能再起 因为你凝罚他们 毁灭他们 他们的名号 就全然消灭 耶和华啊 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 你得了荣耀 又扩张地的四景 耶和华啊 他们在急难中尋求你 你的懲罚 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轻心吐胆 祷告你 妇人怀孕 临产腾痛 在痛苦之中喊叫 耶和华啊 我们在你面前 也是如此 我们也曾怀孕腾痛 所产的景象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 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 也未曾败落 死人要復活 施首要兴起 谁在尘埃的呀 要醒起歌唱 因你的金路 好象 塞疏上的金路 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我的百姓呀 你们要来进入内室 关上门 隐藏片时 等到愤怒过去 因为耶和华 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凝罚地上居民的罪业 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 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以赛亚书 第二十七章 到那日耶和华 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 迎罚鳄鱼 就是那快行的蛇 迎罚鳄鱼 就是那曲行的蛇 并杀海中的大鱼 当那日有出走的葡萄园 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 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 我必是黑桥冠 就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 我心中不存愤怒 唯愿惊激 就来与我交战 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 不然 让他持住我的能力 使他与我和好 愿他与我和好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牙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主击打他们 在仗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魔 他们被杀陆 在仗被他们所杀陆的魔 你打发他们去 是想基于与他们相争 刮东风的日子 就用暴风将他们续去 所以雅各的罪业得赦免 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 存在乎此 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 便为打碎的灰石 以至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 因为兼顾城便为凄凉 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 状况也一样 牛毒必在哪里压草 在哪里躺饿 并压尽其中的树枝 知条枯干必被截断 妇女要来点火烧着 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 所以创造他们的 必不连述他们 造成他们的 也不思恩于他们 以色列人那到那日 耶和华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的收集 如同人打树十果一样 当那日必大发觉星 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以赛亚书 第二十八章 和哉以法连的走徒 住在肥美谷的山上 他们心里高傲 以所夸的为官面 犹如将残之花 看那主有一大能大力者 将一阵冰雹 将毁灭的暴风 将将日的大水 他必用手将官面 摔落于地 以法连高傲的走徒 他的官面 必被踏在脚下 那荣美将残之花 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 必像下令 以前初熟的无花果 看见者果的 就注意 一到手中就吞压了 到那日 万君之耶和华 必作他如胜之文的 荣冠华面 也作了在位 上行审判者公平之令 并成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 就是这地的人 也因走遥遥仿仿 因龙走东倒西歪 祭司和先知 因龙走遥遥仿仿 被走所困 因龙走东倒西歪 他们错解默示 谋行审判 因为各席尚满了 嘔吐的污蔚 无一处干净 基朝先知的说 他要将知识指教谁 要使谁明白传言 是哪刚断乃离怀的魔 他竟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这里一点 哪里一点 先知说不言 主要值意帮人的嘴唇 和外帮人的舌头 对这百姓说话 他曾对他们说 你们要使皮罚人得安息 这样才得安息 才得舒畅 他们却不肯听 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使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这里一点 哪里一点 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前住 所以你们这些涉嫌的人 就是核管住在耶路撒冷者百姓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敌君如水障慢经过的时候 必不临到我们 因我们以方言为被所在虚假以下藏身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那 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我必以公平为准成 以公义为线陀 冰薄必冲去方言的被所大水 必慢过藏身之处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 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 敌君如水障慢经过的时候 你们必被他浅踏 会逢经过必将你们老去 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 明白全然的必受惊恐 原来床塔短 使人不能输身 被窝窄 使人不能遮体 耶和华必兴起 将在彼拉深山 他必发怒 将在机片谷 好作成他的功 就是非常的功 成就他的事 就是奇异的事 现在你们不可窃慢 恐怕捆你们的绑朔更结实了 因为我从主万君之耶和华 那里听见已经决定 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 你们当则以听我的声音 留心听我的言语 那间地为要杀种的 在事常常耕地呢 在事常常开狠爬地呢 他拉平了地面 在不就杀种小茴香 播种大茴香 按行列种小蜜 在定处种大蜜 在田边种粗蜜呢 因为他的上帝教导 他慕农相宜 并且指教他 原来打小茴香 不用尖利的器具 扎大茴香 也不用鹿毒 但用象打小茴香 用棍打大茴香 作饼的粮食 是用磨磨碎 因他不必常打 所以用鹿毒和马打散 却不磨他 这也是出于万君之爷和话 他的谋略奇妙 他的智慧广大 以塞亚书 第29章 矮 亚利伊勒 亚利伊勒 大为安营的城 任凭你年上加年 节旗照常周流 我中必使亚利伊勒困难 他必悲伤哀号 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 我必四为安营攻击你 团兵围困你 竹女攻击你 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 你的言语必微小出于尘埃 你的声音必像那交诡者的声音出于地 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 你仇敌的群众 却要像细尘 强暴人的群众 也要像飞康 这事必颈黑之间忽然临到 万军之耶和华 必用雷军 地震 大声 旋风 暴风 并吞灭的火焰 向他讨罪 那时攻击 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 就是一切攻击 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 并使他困难的 必如梦境 如夜间的异象 又必像饥饿的人 梦中压饭 醒了凝角腹空 或像口喝的人 梦中喝水 醒了凝角发昏 心里想喝 攻击石安山列国的群众 也必如此 你们等候惊奇霸 你们焰落昏迷霸 他们醉了却非欣走 他们东倒西歪 却非欣隆走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 敲灌你们 封闭你们的眼 蒙蓋你们的头 你们的眼 就是先知 你们的头 就是先见 所有的脈 是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 人将这书卷 交给色字的说 请念罢 他说 我不能念 因为是封住了 又将这书卷 交给不色字的人说 请念罢 他说 我不色字 主说 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 要行奇妙的事 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灭 聪明人的聪明 必然隐藏 何在哪些向耶和华 心藏谋略的 又在暗中行事 说 谁看见我们 谁知道我们 你们把事颠倒了 在可看遥障如泥摩 被制作的物 在可论制作物的 说他没有制作我 或是被创造的物 论做物的 说他没有聪明 尼巴乱变为肥田 肥田看如树林 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 那时龙子必听见 这书上的话 核子的眼 必从迷蒙黑暗中 得以看见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 增添欢喜 人间贫穷的 必因以色列的 圣者快乐 因为强暴人以归无有 涉万人已经灭绝 一切找机会 作业的都被剪除 他们在增重的事上 定无罪的为有罪 为城门口窄被人的 设下网罗 用虚无的事 屈枉二人 所以旧属亚伯拉罕 的耶和华 论雅各家如此说 雅各必不再羞愧 面容也不自辨色 但他看见他的宗旨 就是我手的工作 在他那里 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 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 必敬为以色列的上帝 心中迷糊的 必得明白 发怨言的 必受训辉 以赛亚书 第三十章 耶和华说和哉 这辈亦的儿女 他们同谋 却不由于我结盟 却不由于我的灵 以至罪上加罪 在身下埃及去 并没有求问我 要靠法佬的力量 加添自己的力量 并投在埃及的任下 所以法佬的力量 必作你们的羞辱 投在埃及的任下 要为你们的惭愧 他们的首领 已在所安 他们的事神 到了哈内斯 他们必因 那不利于 他们的民蒙羞 那民并非帮助 也非利益 只作羞耻 凌辱 论南方生畜的默示 他们把财密陀 在牢区的脊背上 将保密陀 在洛陀的育安上 经过艰难困苦之地 就是公司 武师 幅蛇火焰的 飞龙之地 往哪不利于 他们的闻哪里去 埃及的帮助 是图然无益的 所以我称他 为座而不动的 拉哈白 现今你去 在他们面前 将这话黑在板上 写在书上 以便传流后世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他们是 背异的百姓 说方的儿女 不肯听从 耶和华 训辈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 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 对先知说 不要向我们 讲正直的话 要向我们 说柔和的话 言虚幻的事 你们要离弃正道 偏离直路 不要在我们面前 再提说 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 如此说 因为你们 藐视者 奋灰的话 以赖欺压和乖辟 以此为可靠的 故此这罪业 在你们身上 好象将要破裂 突出来的高墙 颈黑之间 忽然坍塌 要被打碎 好象把遥象的 雅器打碎 毫不顾悉 甚至碎块 中爪不到一片 可用以从牢内 取火 从此中咬水 主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 警治不肯 你们却说 不然 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 必然奔走 又说 我们要骑 飞快的生口 所以追赶 你们的 也必飞快 一人戚渴 必令千人逃跑 五人戚渴 你们都必逃跑 以至盛夏的 好象山顶的 旗干 刚上的 大旗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思恩 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怜悯 你们 因为耶和华 是公平的 上帝 凡等候 他的 都是有福的 百姓 必在石安 在耶路撒冷居住 你不再哭泣 主必因 你哀求 的声音 思恩 给你 他听见 的时候 就必应 找你 主虽然以艰难 给你当饼 以困苦 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 却不再隐藏 你眼必 看见 你的教师 你 你 或向左 或向右 你 必听见 后边 有声音 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 其间 你 雕刻 偶像 所包 的 银子 和 铸造 偶像 所 道 的 金 子 你要 碰污 要 抛弃 好象 污 为 之物 对 偶像 说 去 吧 你将种子 杀在地 女主 必 降雨 在其上 并使地 所出的 良肥美 丰盛 到那时 你的 生畜 必 在 欢阔 的 草 长 野草 耕地 的 牛和 鲁区 必 加盐 的 料 这料 是用 木 轻和 叉子 阳 正 的 在 大 杭杀 六 的 日子 高台 倒 塔 的时候 各高山 江陵 必 有 川流 何涌 当 和 前果他百姓的 选处 以至他闻 边双的 日子 月光 必 像 日光 日光 必 加 七倍 像 七日 的 光 一样 看那 耶和 华的 名 从 远方 来 怒气 烧起 物烟 上藤 他的 嘴唇 满有 奋恨 他的 舌头 像 吞灭 的 火 他的 气 如 像 日 的 河水 直 到 颈 要用 毁 的 西螺 西静 列国 并且在 中文 的 口中 必 有 使人 错行 的 召还 你们 必 唱歌 像 首 圣節 的 夜间 一样 并且 心中 喜乐 像 人 吹笛 上 耶和 华 的 山 到 以色列 的 盆 石 那 里 耶和 华 必 使人 听他 威嚴 的 声音 又 显 他 降伐 的 磅秘 和他 怒中 的 憤恨 并 吞灭的 火焰 与 霹雷 暴风 冰薄 亚述人 必因 耶和 华 的 声音 惊 王 耶和 华 必 用 仗 击 打 他 耶和 华 必 将 命定 的 仗 加在 他 身上 每 打 一下 人 必 击 弹琴 打仗 的时候 耶和 华 必 轮起 手来 与 他 交 战 原来 陀非 特 又 心又 宽 早以为 王 预备好了 其中 堆的是 火 与 许多 木柴 耶和 华 的 气 如 一股 硫黄 火 使他 着 起来 以赛 亚 书 第 三十一章 和 灾 那些 下 埃及 求 帮助 的 是 因 将 赖 马 匹 以 靠 甚 多 的 车 两 并 以靠 强 壮 的 馬 兵 却 不 仰望 以色列的 聖者 也不求问 耶和 华 其实 耶和 华 有智慧 他必 降灾 祸 并不 反悔 自己 的话 却要 兴起 攻击 哪 作恶 之家 又攻击 哪 作业 帮助 人 的 埃及 人 不过 是人 并不是 神 他们 的 马 不过 是 血肉 并不是 灵 耶和 华 一身 守 哪 帮助 人 的 必 伴 跌 哪 受 帮助 的 也必 跌倒 都一同 灭亡 耶和 华 对我 如此 说 狮子 和 笑 狮子 获食 咆哮 就是 哭 许多 牧 人 来 攻击 他 他 总 不 因 他们 的 声音 惊 惊 也 不 因 他们 的 圈 束 伏 如此 万 君之 耶和 华 也 必 降 在 石安 山 江 上 爭战 像 了 怎样 先次 复初 万君之 耶和 华 也要照样 保护耶路撒冷 他必 保护 拯救 要越门 保守 以色列人 那 你们 深深的 背翼 耶和 华 现今 要 归向他 到那日 各人 必 将他 金 偶像 银 偶像 就是 亲手 所造 陷自己 在罪 中 的 刀 抛弃了 亚述人 必 倒在 刀下 并非 人 的 刀 有 刀 要 将他 吞灭 并非 人 的 刀 他 必 逃避 者 刀 他的 少年 人 必 成 为 福 府 的 他的 盆石 必 因 惊 客 挪去 他的 首领 必 因 大 奇 京 王 这 是 哪 有 火在 石安 有 勞在 耶路撒冷 的 耶和 华 说 的 以赛 亚 书 第 三十二章 看 那 必 有一 王 憑 公义 行政 必 有 首领 直 公 平 掌 权 必 有一 人 像 被封锁 和被 捕 予的 隐密 处 又 像 河流 在 干 罕 之地 像 大盆 石 的 影子 在 皮 佛 之地 那 能 看 的人 眼 不再 昏迷 能 听 的人 以 必 得 听 聞 无 失 人 的 心 必 明白 . 知识 結霸 人 的 舌 必 说 话 通 快 如还 人 不再 称为 高明 论 识 人 不再 称为 大方 因为 如还 人 必 说 如还 话 心 女 想 作 罪 业 惯行 舌 毒 的是 说 错 謬 的话 攻击 耶和 话 使 饥饿 的人 无食 可 厄 使 口 渴 的人 无水 可 渴 论 论 人 所 用 的 法子 是 恶 的 他 途谋 恶 计 用 谎 毁 谦 卑 人 窮 佛 人 讲 公 你的 时候 他 也是 这样 行 高明 人 却谋 高明 是 在高明 事上 也 必 永 存 安 日 的 妇 女 呀 起来 听 我的 声音 无 女 的 女 子 呀 . 以 听 我的 言 语 无 女 的 女 子 再 过 一年多 必受 骚扰 因为 无葡萄 可窄 无果子 可收 安日 的 妇女 呀 要 战经 无 女 的 女 子 呀 要 受 骚扰 脱去 衣服 赤着 身体 腰束 麻布 他们 必为美好的 田地 和多 结果 的 葡萄 树 随 凶 哀哭 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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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常在 我 百姓 的 地上 又 常在 欢乐 的 城中 和一切 快乐 的 房屋 上 因为 宫殿 必被 撇下 多聞 的 城 必 被 离 山 江 望流 永 为 冬月 作野 勞所 喜乐 的 为 羊群 的 草 场 等到 圣灵 从上 囂观 我们 旷野 就 变为 肥田 肥田 看 如 树林 那时 公平 要 居在 旷野 公义 要 居在 肥田 公义 的 果效 必是 平安 公义 的 效 必是 平稳 直到 永远 我的 百姓 必 住在 平安 的 居所 安 的 住处 平静 的 安 揭 所 但 要 降 冰 打 倒 树林 成 必 全然 拆平 你们 在 各 水 边 撒 种 目 放 牛 奴 的 有 福 了 以塞 亚 书 第 三十三章 和 你 这 你毁灭人的 自己倒不 被毁灭 行事 诡诈的 人倒不 以诡诈 代你 你毁灭 罢 幽了 自己 必被 毁灭 你 行 完了 诡诈 人 必以 诡诈 代你 耶和 话 求你 施恩 于 我们 我们 等候 你 求你 每 早 神 作 我们 的 庞秘 遭难 的 时候 为 我们 的 拯救 鸿 的 响 声 一发 众 民 奔徒 你 一兴起 列国 四散 你 门 所 劳的 必 被 脸 尽 好 像 马 诈 压 尽 和 家 人 要 祝奉 在 其上 好 像 蝗 蝗 从 一样 耶和 话 被 尊崇 因他 居在 高处 他 以公平 公义 充满 石 安 你 一生 一世 必得 安 有 丰 盛 救恩 并 智慰 和 知 你 已经 为 耶和 华 为 自 保 看 那 他们 的 豪 在 外 头 哀 好 求和 的 是 神 痛痛 哭 一 大路 荒 良 行人 止 敌人 背 虐 藐视 成 一 不顾 人民 地上 悲哀 衰 残 你 巴 乱 羞 股 干 沙 隆 障 曠野 巴 山 和 家 密 的 树 林 貂 残 耶和 话 说 现在 我要 起来 我要 兴起 我要 勃然 而 兴 你们 要 懷 的是 康比 要 生 的是 碎 佳 你们 的 气 就是 吞灭 自己 的 火 列邦 必 像 以 燒 的 石灰 像 以 各 的 京 激 在 火 中 焚 你们 远 方 的人 当 听我 所行 的 你们 近处 的人 当 承认 我的 大 能 石 安 中 的 罪人 都 惧怕 不敬 前 的人 被 战 京 抓住 我们 中间 谁 能 与 吞 灭 的 火 同 住 我们 中间 谁 能 与 永 火 同 住 行 是 公义 说话 正直 增护 欺压 的 才利 擺手 不受 賄賂 塞 以 不停 流血 的 说闭眼 不看 邪恶 时 的 他 必 居 高 处 他的 保障 是 盘 石 的 坚 女 他的 良 必 不 缺 佛 他的 水 必 不 断 绝 你的 眼 必 见 黄 的 榮 美 必 见 寥阔 之 地 你的 心 必 思想 那 惊嚇 的 是 自 问 说 寄 数目 的 在 哪 ? 平 共 人 在 在哪里 呢 素数 留的 在哪里 呢 你 必 不 见 那 强 暴的 文 就是 说话 深奥 你 不能 明白 言 语 尼南 你 不能 懂 得 你要 看 石 安 我们 守 静 的 城 你的 眼 必 见 耶路撒 冷 为安 静 的 居所 为 不 挪 的 帐 莫 決 只 永 不 拔出 承索 一根 也 不 截断 在哪里 耶和 华 必 显 威 与 我们 同在 当作 江河 欢阔 之地 其中 必 没有 当掌 遥 老的 船 来往 也 没有 威 母 的 船 经 过 因为 耶和 华 是 审判 我们 的 耶和 华 是 我们 切 律 法 的 耶和 华 是我 我们 的 王 他 必 拯救 我们 你的 承索 鬆开 不能再 找 危肝 也 不能 让 在 蓬来 那时 许多 老来 的 物 被 分 了 骑腿 的 把 略 物 奪 去了 城内 居民 必不 说 我 病了 其中 居住 的 百姓 罪 业 都 赦 免 了 以 塞 亚 书 第 三十四 章 列国 亚 要 近 前 来 听 众 亚 要 侧 以 而 听 地 因为 耶和 华 向 曼 国 法 忿恨 向 他们 的 全 军 发烈 怒 将 他们 灭 进 交出 他们 受 杀 禄 被 杀 必然 抛弃 施手 臭 气 上 藤 朱山 被 他们 的 血 溶化 天 上 的 万丈 都要 消 天 被 卷 起 好 像 书 卷 其 上 的 万丈 要 残敗 像 葡萄 已经喝足 这都必 临到 以东 和我 所就作 的 民 要施行 审判 耶和 华 的 都 满了 血 用 自由和 羊 高 攻 山 羊 的 血 并攻 免 养 腰子 的 自由 滋 滋 滋 因为 耶和 华 在 波 斯 拉 有 献制 的是 在 以东 地 大 行 杀 六 野牛 牛 毒 和 公 牛 要 一同 下来 他们的地 喝醉了血 他们的 尘土 因 之 油 肥润 因 耶和 华 有 报仇 之日 为 石安 的 争辩 有 报应 之 年 以东 的 河水 要 变为 石油 尘埃 要 变为 硫黄 地 土 成 为 萧 雀 宙 夜 总 不 熄灭 煙气 永远 上腾 必 世世代 代 成为 荒废 永远 永远 无人 经过 堤湖 箭珠 却要 得 畏 孽 头 鸣 乌 要 住在 其间 耶和 华 必 将 空虚 的 准成 混沌 的 线 陀 拉 在 其上 以东 人 要 照 贵 咒 来 治国 那 女 却 无 一个 首领 也 都 归于 无 有 以东 的 宫殿 要 长 京 基 保障 要 长 侄 离 和 次 草 要 作野 狗 的 住 处 陀 了 的 居 所 旷野 的 走 寿 要 和 豺 郎 相 遇 野 山 羊 要 与 伴 吾 对 叫 野 奸 的 怪物 必 在 哪 女 妻 身 自找 安 揭 之 处 箭蛇 要 在 哪 女 作 窝 下 蛋 布 蛋 生 子 罪子 在 其影 下 要英 各 与 伴 聚集 在 哪 里 你们 要 查考 宣 讀 耶和 华 的 书 这 都 无一 缺小 无一 没有 伴 因为 我的 口 已经 吩咐 他的 灵 将 他们 聚集 他 也 为 他们 黏 又 亲手 用准 承 给 他们 分 地 他们 必 永 得 为 世世世 待 住在 其间 以 塞 亚 第三十五章 旷野和干 罕之地 必然欢喜 沙漠也必快乐 又像玫瑰开花 必开花 繁盛 乐上加乐 而且欢呼 利巴乱的荣耀 并加密于沙伦的华美 必次吸他 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上帝的华美 你们要洗软弱的首肩壮 无力的失稳固 对胆怯的人说 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 看那 你们的上帝 必来报仇 必来施行 极大的报应 他必来拯救你们 那时核子的眼 必增开 龙子的耳 必开通 那时骑子 必跳跃 降陆 阿霸的舌头 必能歌唱 在旷野 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 必有河涌流 发光的沙 要变为水池 干壳之地 要变为全圆 在野狗 躺我之处 必有青草 芦苇和蒲草 在那里 必有一条大道 称为圣路 污蔚人 不得经过 必尊为 属民行走 行路的人 虚愚昧 也不知失迷 在那里 必没有狮子 猛兽 猛兽也不登 这路 在那里 都遇不见 只有属民 在那里 行走 并且 耶和 话 救属的 民 必归回 歌唱 来到石安 永乐 必归 到他们 的头上 他们 必得着 欢喜快乐 忧愁 叹息 尽都 逃避 以赛 亚书 第三十六章 希西家王十四年 亚述 王西拿 基立 上来攻击 由大的一切 兼顾成 将成功取 亚述 王从 拉吉 差遣 拉白沙基 率领 大军 往耶路撒冷 到希西家 王那里去 他就 站在 上池的 水溝 旁在 漂泊 地的 大路上 于是希腊家的儿子 加载 以利亚敬 并书记 舍白那 和亚撒的儿子 使官 约亚 出来 见 拉白沙基 拉白沙基 对他们 说 你们去 高素 希西家 说 亚述 大王 如此 说 你 所以 靠的 有 什么 可 将来的 呢 你说 有 打仗的 计谋和 能力 我看 不过 是 虚话 你 到底 以 靠谁 才背叛 我呢 看 那 你 所以 依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伪象 人若靠这象 就必斥透他的手 埃及 王法老 向一切 依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你若对我说 我们依靠 耶和 话 我们的上帝 希西家 在不是 将上帝 的丘坛 和 祭坛 废去 且对 犹大和 耶路撒冷 的人 说 你们 当在 这坛 前 敬拜 吗 现在 你把 当头 给我 主 亚述 皇 我 给你 二千匹 马 一面 骑马 的人 救 不救 若不然 咋能 打败我 主神 伯中 最小 的 军长 你竟 以靠 埃及 的 战车 马 兵 现在 我 想来 攻击 毁灭 这 地 在 没有 耶和 话 的 意思 耶和 话 吩咐 我 说 你想 去 攻击 毁 这 地 吧 以 利亚 敬 舍 白 那 对 拉 白 沙基 说 求你 用 阿兰 言语 和 伯人 说 因为 我们 懂得 不要 用 犹大 言语 和 我们 说 达到 承上 百姓 的 以终 拉 白 沙基 说 我主 差 显 我来 在 事单 对你 和 你的 主 说 这些 话 摩 不 也 是 对 这些 座 在 丞上 要与 你们 一同 压 自己 分 喝 自己 了 的人 说 摩 于是 拉 白沙基 站着 用 犹大言语 大声 喊着 说 你们 当听 亚述 大 王 的 话 王 如此 说 你们 不要 被 欺西家 欺控了 因他 不能 拯救 你们 也 不要 听 欺西家 使 你们 依靠 耶和 话 说 耶和 话 必要 拯救 我们 这 成 必 不 交 在 亚述 王 的 手中 不要 听 欺西 家 的话 因 亚述 摇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你们要紧防恐怕欺西家劝道你们说耶和话必请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马和亚尼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雅阴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话能够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 当下希腊家的儿子加载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亚撒的儿子使官若亚都撕裂衣服来到希西家那里将拉白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以塞亚书 第37章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话的殿 使家载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那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塞亚 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扎佛凌辱的日子就如婦人将要生产 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话你的上帝听见拉白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欲骂永生上帝的话 耶和话你的上帝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如性的闻扬声讨告 希西家王的神伯就去见以塞亚 以塞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话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伯人舍读我的话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哪里倒在都下 拉白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立 那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不仍离开拉吉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 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依靠的上帝欺控你 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 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 哈兰 利息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马的王 亚尼拔的王 西法雅阴城的王 希拿和尔雅的王都在哪里呢 希西家从事者手里接过书信来 看完了就想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希西家向耶和华讨告说 坐在以基路上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 你唯有你 是天下万国的上帝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啊 求你侧意而听 耶和华啊 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立的一切 是说他是打法使者来欲骂永生上帝的 耶和华啊 亚述诸王果然是列国 和列国之地变为方良 将列国的神像都仍在火里 因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有你是耶和华 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 就打法人去见希西家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立 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石安的处女藐视你 痴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欲骂谁 舌毒谁 让在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 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值你的神捕育骂主 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 到利巴乱极心之处 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 和皆美的松树 我必想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经滑井喝水 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何 耶和华说 你在没有听见我祖先所作的古时所立的魔 现在值你使坚固成荒废变为联队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少惊慌羞愧 他们像野草像青菜 如防顶上的草 又如田间未长城的和家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狂傲的话 达到我耳中 我就要用勾子勾上你的鼻子 把照环放在你口里 使你从沿路转回去 以色列人那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压自生的 明年也要压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压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如性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必有如性的闻 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石安山而来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 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 也不在这女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足女攻城 他从那条路来 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博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者成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刑中 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在来 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西拿基立 就不仍回去住在尼尼眉 一日在他的神 尼斯洛庙女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息 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阿拉纳地 他儿子以撒哈顿 接触他作王 以塞亚书 第三十八章 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 阿摩斯的儿子 先知以塞亚去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为命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没了 希西家就转念朝场 讨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传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作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希西家就痛哭了 耶和华的华林到以塞亚说 你去告诉希西家说 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 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加憎你十五年的授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者成 脱离亚述王的手 也要保护者成 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 我先给你一个笑头 就是叫阿哈斯的日鬼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 于是前进的日影 果然在日鬼上往后退了十度 由大王希西家患病 已经传誉就作诗说 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 必进入阴间的门 我如性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 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 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 好像木人的帐篷一样 我将性命卷起 像积布的卷布一样 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 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 他将狮子截断我一切的骨头 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将燕子离南 将白学名叫 右将举子哀明 我恩仰观 眼睛困倦 耶和华 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 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 也给我成就了 我恩心里的苦楚 在一生的年日必肖肖而行 主啊 人得传活 乃在乎此 我灵传活也传在此 所以求你使我传遇 仍然传活 看那 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 你恩爱我的灵魂 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 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 仍在你的背后 原来阴间不能清借你 死亡不能纵扬你 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活人必清借你 像我今日清借你一样 为父的必使而女知道你的诚实 耶和华肯救我 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 在耶和华殿中用诗言的乐器 唱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 贴在仓上黄必传语 弃世家问说 我能赏耶和华的殿 有什么笑头呢 以赛亚书 第39章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米罗达巴拉旦 听见希西家病疑传语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希西家在欢见使者 就把自己保护的金子 银子香料贵重的高油 和他母库的一切君器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门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希西家没有一样不及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 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希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 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希西家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及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即速到如今的 都要被老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宗旨 其中必有被老去 在巴比伦皇宫女当太监的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 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 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你们的上帝说 你们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争战的日子已满了 他的罪业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收平 我们上帝的道 一切山花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 其崎崎崎的必成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凡有血气的必一同汉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有人声说 你哭叫罢 有一个说 我哭叫什么呢 说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他的美容 都涨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雕残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成言是草 草必枯干 花必雕残 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 报好信息给石安的呀 你要登高山 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 你要极力阳星 阳星不要具怕 对犹大的成一说 看那 你们的上帝 主耶和华必将大能者临到 他的傍秘必为他掌权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他必将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傍秘醉杂羊高普在怀中 慢慢引渡那羽养小羊的 谁曾用手心量珠水 用手虎口量仓天 用星斗盛大地的尘土 用清清山岭 用天平平光灵呢 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 或作他的谋事指教他呢 他与谁相以 谁教导他 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 又将知识教训他 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 看那万民都将水桶的一滴 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 他举起众海道 好将极微之物 尼巴乱的树林不够当柴烧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作凡制 万民在他面前好将虚无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 乃为虚空 你们究竟将谁给上帝 用什么形象与上帝比较呢 偶像是像人铸造 银像用金包裹 为他铸造银链 穷佛献不在这样公物的 就简选不能扭坏的树木 为自己尋找考像 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 你们在不曾知道吗 你们在不曾听见吗 从在初在没有人告诉你们吗 自从立地的根基 你们在没有明白吗 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将蝗虫 他铺将穷仓如万子 展开朱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使君王归于虚无 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 他们是刚才栽上 刚才总上 跟也刚才扎在地里 他一吹在其上 便都枯干 船风将他们吹去 像睡皆一样 那圣者说 你们将谁给我 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者万象 按数目领出 他一一清其名 因他的权能 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决 雅各呀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 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呀 你为何言 我的冤屈上帝 并不查问 你在不曾知道吗 你在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上帝 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策度 疲乏的他次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 耶和华的必从身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以赛亚书 第四十一章 众海道亚当在我面前静默 众民当从身得力 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 我们可以彼此辩论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 凭公义照他来到脚前呢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 使他管轻君王 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都 如风吹的碎阶交与他的功 他追赶他们 走他所未走的到 坦然前行 谁行作成就这事 从在初宣照历代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与末后的同在 海道看见就都害怕 地极也都战经 就近前来 他们各人帮助伦舍 各人对帝兴说 壮胆霸 伙杖勉励银杖 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针的 论喊公说 喊得好 又用钉子钉吻 免得偶像动摇 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 雅各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雅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 从地各所召来的 且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 并不弃绝你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凡向你发怒的必 都普愧蒙羞 与你相争的 必如无有 并要灭亡 与你增敬的 你要找他们 也找不着 与你争战的 必如无有 成为虚无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上帝 必参符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你这从雅各 和你门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耶和华说 我必帮助你 你的救属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那 我已使你成为有 快此打凉的 新器具 你要把山岭 打得粉碎 使光灵 如同 康比 你要把他 波扬 风要吹去 船风要把他 刮散 你倒要以 耶和华 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 圣者为 夸耀 困苦 穷佛人 尋求水 却没有 他们 因口渴 舌头 干燥 我耶和华 必应 找他们 我以色列的 上帝 必不离弃 他们 我要在 静光的 高处 开江河 在谷中 开泉源 我要使沙漠 变为水池 使干地 变为涌泉 我要在 旷野 种上香 拍树 造甲树 翻石楼树 和野 橄榄树 我在沙漠 要把 松树 参树 并黄 羊树 一同栽植 好叫人 看见 知道 思想 明白 或者是耶和华的首所作的 是以色列的 圣者 所造的 耶和华对假神说 你们要 呈上 你们的案件 雅各的君说 你们要声明 你们 确实的理由 可以声明 指示 我们将来 必予的事 说明 先前的事 什么事 好叫 我们 思索 得知 事的 结局 或者 把将来的事 指示 我们 要说明 后来的事 好叫 我们 知道 你们 是 神 你们 你们 或降福 或降祸 使我们 惊奇 一同观看 看那 你们属 虚无 你们的 作为 也属 虚空 哪 选择 你们的 是 可 争 护的 我 我从 我从 北方 兴起 一人 他是 求告 我 明 的 从 日出 之地 以来 他 必 临到 掌权 的 好 像 临到 灰 彼 彼 仿佛 仰 彼 泥 一 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去的。 以塞亚书 第四十二章 汉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简选,心里所在月的,我已将我的灵次给他,他必将公理全给外邦。他不圈阳,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奴毁,他不截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全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道都等候他的分辉。 创造诸天,铺张穷仓,将地和地所出的一拼铺开,似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似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华,他如此说。 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参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文的忠保作外邦人的光。 开核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肉,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青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看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身事说明,这事未发已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旷野和其中的成一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阳星,细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纳喊。 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全揚他的重赞。 耶和华必将勇士出去,必将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纳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铲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孝。 我要使大山小江变为方长,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周到使水池都干绝。 我要引核子行不认识的道,令他们走不知到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以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者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 你们这耳聋的听罢,你们这眼核的看罢,使你们能看见。 谁被我的仆人眼核呢,谁被我猜显的使者耳聋呢, 谁核眼障那与我和好的,谁核眼障耶和华的仆人呢? 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以朵开通却不听见。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 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玉里, 他们作略物,无人拯救作老物,无人说交还。 你们中间谁肯侧意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 谁将雅各交出当作老物,将以色列交级抢夺的呢, 在不是耶和华摩,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 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惠。 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争战的勇力, 倾到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在他还不知道, 燒着他他也不介意。 以赛亚书 第四十三章 雅各亚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亚,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照你,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 你剔过江河,水必不慢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属格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 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 使列帮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宗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宗女从地极领回。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你要将有眼而核, 有意而隆的闻都带出来。 任凭万国聚集, 任凭众民会合, 其中谁能将此声明, 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 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爱没有救主。 我曾指示, 我曾拯救, 我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臣, 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上帝。 自从有日子以来, 我就是上帝, 谁也不能够人脱离我手, 我要行事, 谁能阻展呢? 耶和华你们的救属主,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因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 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图文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 马匹军兵, 勇士都出来, 一同躺下不再起来, 他们灭没好象息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松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那, 我要作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在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陀鸟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好似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文学。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做的, 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呀, 你并没有求告我, 以色列呀, 你倒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作凡制, 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 我没有恩公物使你福牢, 也没有恩与香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窗袍, 也没有用祭物的自由使我饱足, 导使我因你的罪恶福牢使我因你的罪业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 你的始祖犯罪, 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欲没圣所的首领, 使雅各成为咒座, 使以色列成为欲骂。 以赛亚书。 第四十四章。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揀选的以色列亚, 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 又从你出胎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揀选的耶书伦那,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窍罐口渴的人, 将何窍罐干罕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窍罐你的后裔将我的福窍罐你的子孙。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 我是属耶和华的, 哪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 并自称为以色列。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属主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文, 谁能将我宣告, 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陈说这, 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害怕, 我在不是从上古咒说明, 只是你们摩,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再有真神摩, 承言没有盆石, 我不知道一个。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 他们所在穴的都无益处, 他们的见证, 无所看见, 无所知晓, 他们变各收睽。 谁制造神像, 注造无益的偶像。 看那他的同伴都必收睽, 工像也不过是人,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站立都必具怕, 一同收睽。 铁像把铁在火炭中消热, 用锤打铁器, 用他有力的磅被锤城, 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权。 铁像拉线, 用笔画出样子, 用刨纸刨成形状, 用圆尺画了模样, 仿照人的体态, 作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他坎佛香柏树, 又取作树和橡树, 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 他栽种松树得与长养。 这树人可用以烧火, 他自己取舍烤火, 又烧着烤饼, 而且作神像跪拜, 作雕刻的偶像向他扣拜。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 把一分烤肉压饱, 自己烤火说, 啊哈, 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 他用盛下的作了一神, 就是雕刻的偶像, 他向这偶像虎伏扣拜, 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他们不知道, 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醒悟,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 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 在炭火上烤过饼, 我也烤过欲压者盛下的, 我岂要作可争的物摩, 我岂可向木等子扣拜呢。 他以灰为食, 心中昏迷, 使他偏邪, 他不能自救, 也不能说, 我又手中在不是有虚放吗。 雅各,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要记念这些事,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 我逃没了你的过犯, 将口云消散, 我逃没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 诸天啊, 应当歌唱, 因为耶和华作成这事, 地的深处啊, 应当欢呼, 仲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 从你出胎做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使说狡猾的笑头失效, 使尖卜的癫狂,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的知识变为如绝。 使我博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轮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 轮到犹大的成一说必被建造, 其中的方长我也必兴起。 对心冤说, 你干了罢,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阔。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 以赛亚书 第四十五章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 我参乎他的右手, 使列国航服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躺开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收平崎嶼之地, 我必打破同门, 砍断铁山。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物的财宝刺给你, 使你知道提名照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因我博人雅各, 我所揀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照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蓄腰。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臣,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臣。 我做光, 又做暗, 我思平安, 又降灾祸, 做作者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诸天那至上而的, 穷仓降下公义地面开裂, 铲出救恩, 使公义一同发生者都是我耶和华所做的。 和哉, 那予做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 泥土在可对屯弄他的说你作什么呢, 所作的物在可说你没有手呢。 和哉, 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 如此说将来的是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宗旨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我做地, 又做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 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义兴起古列, 又要收藉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老的民, 不是为公家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 和古实的货物必归你, 身量高大的西巴人, 必投降你, 也要属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松你, 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 上帝真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臣再没有别的上帝。 救主以色列的上帝呀, 你实在是自隐的上帝。 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普愧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普愧直到永世无尽。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上帝,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使地方良, 是要吸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臣。 我没有再隐密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尋求我是图然的, 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正直。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抬着雕刻木偶, 讨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陈明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相矣, 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摩,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 我是公义的上帝,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臣。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臣。 我只着自己在世, 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万失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在世。 人论我说公义, 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 人都必归向他, 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 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跨遥。 以赛亚书 第四十六章 比勒屈身, 尼波弯腰, 巴比伦的偶像陀在修和生畜上, 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众陀使生畜疲伐。 都一同弯腰屈身, 不能保存从陀, 自己倒被老去。 雅各家, 以色列家一切如性的, 要听我言,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 保普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差。 直到你们年老, 我仍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怀差, 我以造作也必保普, 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 与我同等, 可以与我比较, 使我们相同呢? 那从囊中找金子, 用天平平银子的人, 故银杖制造神像, 他们又苦服又叩拜。 他们将神像抬起刚在肩上, 安置在定处, 说他就暂立不离本位, 人夫求他他不能答应, 也不能够人脱离患难。 你们当想念者是, 自己作大丈夫, 背翼的人那, 要心里思想。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上帝, 并无别臣, 我是上帝再没有能给我的。 我从在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说,我的囚算必立定, 凡我所在月的, 我必成就。 我照致了从东方来, 照那成就我囚算的人从远方来, 我以说出, 也必成就, 我以谋定, 也必作成。 你们这些心中还紧, 远离公义的, 当听我言。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 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必不辞现, 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石安施行救恩。 以赛亚书。 第四十七章 巴比伦的处女啊, 下来坐在陈埃, 加勒底的龟女啊, 没有宝座, 要坐在地上, 因为你不再称为油药嬌乱的。 要用磨磨面, 揭去拍子, 脱去长衣, 露腿的河。 你的下体必被露出, 你的丑陋必被看见, 我要报仇谁也不欢容。 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加勒底的龟女啊, 你要默然静坐, 进入暗中, 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洩毒,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厄家在老年人身上。 你自己说, 我必永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你这尊好言恶, 安然居住的, 现在当听者话, 你心中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知寡居, 也不遭丧子之事。 那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 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 正在你多行邪述, 广施符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必传言临到你身上。 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 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 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 你不知何时发现, 再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脆掉, 所不知到的毁灭, 也必忽然临到你身。 站起来罢, 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扶咒, 和你许多的邪述, 或者可得益处, 或者可得强性。 你筹划太多, 以致疲倦, 让那些观天象的, 看生肃的, 在月朔说预言的, 都站起来, 够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他们要像岁皆被火焚烧, 不能够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 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 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 从幼年与你谋逸的, 也都各奔各香, 无人救你。 以赛亚书 第四十八章 雅各家, 称为以色列名下, 从由大水源出来的, 当听我言, 你们只着耶和华的名起誓, 提说以色列的上帝, 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 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 所以靠的是名为万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主说祖先的是我从古时说明, 已经出了我的口, 也是我所指示的, 我忽然行作, 事变成就。 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环境的, 你的颈项是铁的, 你的额是铜的。 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 在未成已先指示你, 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 是我雕刻的偶像, 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你已经听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 你不说明魔从今以后, 我将身是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物是指示你。 这事是现今做的, 并非从古就有, 在今日已先, 你也未曾听见, 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 你未曾听见, 未曾知道, 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 我愿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 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背逆的。 我为我的名暂且引路, 为我的重赞, 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 我熬练你却不像熬练银子, 你在苦难的牢中, 我减选你。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者是, 我已能使我的名被窃毒,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雅各, 我所选照的以色列亚当听我言, 我是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也是末后的。 我手立了地的根基, 我右手铺张诸天, 我一朝夫便都立住。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 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 耶和华所爱的人, 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在阅的事, 他的傍庇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 唯有我曾说过, 我又选照他, 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者话, 我从在头并未曾在隐密处说话, 自从有这事, 我就在那里, 现在主耶和华猜显我和他的灵来。 耶和华你的救属主, 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教训你使你得益处, 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甚愿你掃来听从我的命令, 你的平安就如河水, 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 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 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剪除, 也不灭绝。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加勒底人中逃脱, 以欢呼的声音传阳说, 耶和华救属了他的伯仁雅各, 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 他们并不干渴, 他为他们使水从盘石而流分裂盘石水就涌出。 耶和华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以赛亚书 第四十九章 众海岛啊当听我言, 远方的众文啊, 留心而听, 自我出胎, 耶和华就选照我, 自出武福他就提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将我藏在他首任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量的箭, 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对我说, 你是我的伯仁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荣耀。 我却说, 我劳碌是徒言,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伯仁, 要使雅各归向他, 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 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 现在他说, 你作我的伯仁, 使雅各众之派復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 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作外帮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 旧属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 对那被人所藐视, 本国所争护官场所虐待的, 如此说, 君王要看见就站在, 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 就是简选你以色列的圣者。 耶和华如此说, 在越纳的时候我应寻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制作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作众民的中保, 復兴遍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 出来罢,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 显露罢,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静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不饥不喝, 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连述他们的, 必引到他们, 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我必使我的种山成为大道, 我的大路也被收高。 看那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来。 诸天哪应当欢呼, 大地亚应当快乐, 中山哪应当发声歌唱,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连述他困苦之文。 石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他亚乃的婴孩, 不连述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那, 我将你冥克在我掌上, 你的长门常在我眼前。 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 毁坏你的, 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者女。 耶和华说, 我只着我的永生起誓, 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配戴, 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辛苦一样。 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 并你被毁坏之地, 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 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 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 这地方我居住太窄, 求你给我地方居住。 那时你心里必说, 我既丧子独居, 是被老的飘留在外, 谁给我生这些, 谁将这些仰大呢, 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 这些在哪里呢?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向列国举手, 向万民树立大旗,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普来, 将你的众女肩上刚来。 列皇必作你的养父, 皇后必作你的羽毛, 他们必将念伏地向你下拜, 并填你脚上的尘土, 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 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 该努略的岂能解救吗? 但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努略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 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相争,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压自己的肉, 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 好像喝甜酒一样, 凡有血气的, 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属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以塞亚书 第五十章 耶和华如此说, 我幽你们的母亲, 幽书在哪里呢? 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 你们被卖, 是因你们的罪业, 你们的母亲被幽, 是因你们的过犯。 我来的时候, 为何无人等候呢? 我呼唤的时候, 为何无人答应呢? 我的傍秘 在是缩短, 不能够熟魔, 我在无拯救之力魔, 看那, 我一施责, 海就干了, 我使江河变为旷野, 其中的鱼, 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 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麻布为遮盖。 主耶和华似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 像受教者一样。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背, 也没有退后。 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拔我塞壳的胡桑, 我由他拔, 人欲我套我, 我并不掩眠。 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普愧, 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 我也知道我必不自蒙羞。 清我为义的与我相近, 谁与我争论, 可以与我一同站立, 谁与我作对, 可以就近我来。 主耶和华要帮助我, 谁能定我有罪呢? 他们都将衣服漸漸够了, 为主从所咬。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博人之话的, 这人行在暗中, 没有亮光, 当以靠耶和华的名将赖自己的上帝。 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 这是我手所定的, 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以赛亚书 第五十一章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 当听我言, 你们要追上被作而出的盘石, 被挖而出的岩月。 要追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和生养你们的撒拉, 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选招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 耶和华已经安慰石安, 和石安一切的方长, 使旷野像伊甸, 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原有, 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我的百姓呀要向我留心, 我的国民呀要向我质疑, 因为分辉必从我而出, 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 我的公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宝贝要审判万民, 海道都要等候我, 依赖我的宝贝。 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 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 地必如衣服漸漸够了, 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也不废调。 知道公义将我分辉存在心中的闻, 要听我言, 不要怕人的欲骂, 也不要因人的毁磅惊王。 因为住从必咬他们, 好将咬衣服, 从子必咬他们, 如同咬羊蛹, 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 我的救恩直到万代。 耶和华的邦贝呀, 兴起,兴起, 以能力为衣穿上, 将古时的年日, 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 宗前坎穗拉哈伯, 刺透大雨的, 不是你吗? 使海雨深渊的水干阔, 使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的, 不是你吗? 耶和华救属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石安, 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 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 悠愁叹色尽都逃避。 唯有我自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竟怕哪必死的人, 怕哪要变如草的世人。 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 整天害怕, 其实哪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 被老去的快得释放, 必不死而下坑, 他的食物也不自缺乏。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搞洞大海, 使海中的波浪攀轰, 万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 用我的手影遮蔽你, 唯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又对石安说你是我的百姓。 耶路撒那亚, 兴起,兴起, 站起来, 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 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着, 以致喝尽。 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渡他的, 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参乎他的。 荒涼,毁灭饥荒, 都兵, 这几样临到你, 谁为你举哀, 我如何能安慰你呢? 你的重子发昏, 在各市口上躺我, 好象黄阳在网罗之中, 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 你上帝的斥责。 因此, 你这困苦却非因走而醉的, 要听我言。 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便屈的上帝, 如此说看那, 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 就是我愤怒的着从你手中接过来, 你必不自在喝。 我必将这杯, 帝在虎待你的人手中, 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 由我门踐踏过去罢, 你便以杯为地, 好象皆是任人经过。 以赛亚书 第五十二章, 石安那, 兴起, 兴起, 披上你的能力, 姓成耶路撒那亚穿上你华美的衣服, 因为从今以后, 未受过礼不洁净的, 必不再进入你中间。 耶路撒那亚, 要抖下尘土, 起来座在位上, 石安被老的居民那, 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是无价被卖的, 也必无银被属。 主耶和华如此说, 在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 在那里寄居, 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老去, 如今我在这里作什么呢? 耶和华说, 核祭他们的人呼叫, 我的名整天受洩毒。 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 到那日他们必知道 说者话的就是我, 看那是我。 那报皆音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的对石安说, 你的上帝作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皆美。 听啊, 你守望之人的声音, 他们扬起声来, 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归回石安的时候, 他们必亲眼看见。 耶路撒冷的方长啊, 要发起欢声, 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 救赎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碑, 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 你们离开罢,离开罢, 从巴比伦出来, 不要瞻不结症的物, 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刚抬耶和华器皿的人那, 无要自结。 你们出来必不知急忙, 也不知奔徒, 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投行, 以色列的上帝必作你们的后盾。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 且成为至高。 许多人因他惊奇, 他的面貌比别人潮水,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稿。 这样他必使正许多国民, 君王要向他闭口, 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 他们必看见, 未曾听见的, 他们要明白。 以赛亚书 第五十三章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傍秘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乱牙,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 被人嫌弃, 多受痛苦, 常经悠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言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代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高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世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确定意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属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 博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老物, 因为他将命倾到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以赛亚书 第五十四章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 你这未曾经过铲难的要发声歌唱, 扬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 而女更多者是耶和华说的。 要扩张你障莫之地, 将大你居所的万子, 不要限止, 要放长你的城址, 兼顾你的厥子。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 又使荒凉的成一有人居住。 不要拒怕, 因你必不自蒙羞, 也不要普愧, 因你必不自受欲, 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 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 因为做你的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称为全地之上帝。 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憂伤的妻, 就是幼年所取悲弃的妻, 这是你上帝所说的。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 我的怒气将日, 颈黑之间向你掩面, 却要以永远的词爱连述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 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慢过遍地, 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施责你。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述你的耶和华说的。 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那, 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南宝石立定你的根基。 又以红宝石做你的女祥, 以红玉做你的城门, 以宝石做你四围的边界。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 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你必因公义得坚立, 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 你必远离惊惊惊惊必不临近你。 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 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 吹噓炭火打造合用器械的铁杖, 是我所做, 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做。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 你必定他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博人的产业, 是他们从我所得的意,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塞亚书 第五十五章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银,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走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牢鹿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银那美物得, 在肥金,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意而听,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作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照来, 素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上帝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随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述他, 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语说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知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杀种的有种, 使要压的有良。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决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 事上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渡,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从树掌出代替京激, 翻石楼掌出代替侄黎,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以塞亚书 第五十六章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守公平, 行公义, 因我的救恩临近, 我的公义将要显现。 紧守安息日而不干反, 禁止己守而不作恶, 如此行, 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 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闻中分别出来, 太监也不要说我是夫说。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那些紧守我的安息日, 简选我所在月的事, 持守我约的太监。 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 在我墙内, 有纪念, 有名号, 彼佑儿女的庚美, 我必使他们永远的名, 不能剪除。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要是奉他, 要爱耶和华的名, 要作他的仆人, 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反, 又持守他约的人。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凡祭, 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月纳, 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 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 我还要招聚别人归聘他们。 田野的诸秀都来吞亚霸, 臨中的诸秀也要如此。 他看守的人是核眼的都没有知识, 都是阿霸狗, 不能叫换, 但知作梦躺我贪谁。 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 这些牧人不能明白, 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 他们说,来吧,我去拿走, 我们饱饮农走, 明日必和今日一样, 就是燕落无量极大之日。 以塞亚书 第五十七章 二人死亡, 无人放在心上, 前成人被收去, 无人思念, 这二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和患。 他们得享平安, 素行正直的各人在坟里安揭。 你们这些无婆的儿子, 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 你们向谁气笑, 向谁将口吐舌呢? 你们在不是背异的儿女, 虚荒的种类呢? 你们在杖树中间, 在各青翠树下肉火攻心, 在山谷间, 在石月下杀了儿女。 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分, 这些就是你所得的分, 你也向他销了电制, 献了公物, 因这是我能容忍摩。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塔, 也想哪里去献祭。 你在门后在门框后, 立在你的纪念, 向外人赤路, 又想去扩张床塔与他们立约, 你在哪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 你把游带到黄那里, 又多家香料, 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占直到阴间。 你恩怒远疲倦, 却不说这是枉言, 你以为有复兴之力, 所以不觉疲惫。 你怕谁因谁恐惧, 警说方, 不纪念我, 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我不是许狗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 我要指明你的公义, 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益。 你哀求的时候, 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罢, 风要把他们刮散, 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 但那头靠我的必得地土 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 耶和华要说, 你们收足收足, 预备道路将半脚石 从我百姓的路中随调。 因为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费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骚醒, 也使痛费人的心骚醒。 我必不永远相争, 也不长久发怒, 恐怕我所做的人与灵性都必发分。 因他贪婪的罪业, 我就发怒激打他, 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 我看见他所行的道, 也要医治他, 又要引渡他, 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 愿平安康太归与远处的人, 也归与近处的人, 并且我要医治他, 这是耶和华说的。 唯独恶人, 好象翻腾的海, 不得平静, 其中的水, 常涌出污蔚和于泥来。 我的上帝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以塞亚书 第五十八章 你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杨在声来好象吹角,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国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他们天天尋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象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 向我求问公义的判与, 在月亲近上帝。 他们说, 我们禁食, 你为何不看见呢? 我们黑虎己心, 你为何不理会呢? 看那, 你们禁食的日子, 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作苦工。 你们禁食却互相增径,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 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这样禁食, 在是我所拣选使人黑虎己心的日子吗? 在是叫人谁头像位子, 用麻布和牢灰铺在他以下吗? 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月纳的日子吗? 我所拣选的禁食, 不是要松开空恶的省, 解下厄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截断一切的厄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级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的吸他衣服遮体, 顾虚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这样, 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随调从握, 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吻,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渡你在干旱之地, 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囂观的原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收造狗以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策位累代的根基, 你必称为宝破口的, 和从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你若在安息日掉转你的脚步, 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亚国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以赛亚书 第59章 耶和华的傍庇, 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以赌并非发尋不能听见。 但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庆你们。 因你们的手臂血添染, 你们的指头被罪业尖乌, 你们的嘴唇说方言, 你们的舌头出恶语。 无一人按公义告状, 无一人凭诚实辩白, 都以靠虚妄, 说方言,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罪业。 他们暴毒蛇弹, 结枝珠网, 人压者弹必死, 者弹被答必出腹蛇。 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 所作的也不能遮盖自己, 他们的行为都是罪业, 守所作的都是强暴。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 意念都是罪业, 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 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 所行的是没有公平, 他们为自己收弯曲的路, 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 因此公平离我们远, 公义追不上我们, 我们只望光亮却是黑暗, 只望光明却行幽暗。 我们摸索墙壁, 好象核子, 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 我们响五半脚如在黄昏一样, 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我们咆哮如虹, 哀鸣如甲, 只望公平, 却是没有, 只望救恩, 却远离我们。 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争多, 罪恶作见证告我们, 过犯与我们同在, 至于我们的罪业我们都知道。 就是背亦不认识耶和华转去, 不跟从我们的上帝, 说欺压和伴亦的话, 心怀方言, 随即说出。 并且公平转移退后, 公义站在远处, 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 诚实小见, 离恶的人反成略物, 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 甚不起悦。 他见无人拯救, 无人代求, 甚为差异, 就用自己的傍秘施行拯救, 以公义扶持自己。 他以公义为海甲, 以拯救为头盔, 以报仇为衣服, 以热心为外袍。 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 劳劳他的敌人, 报复他的仇敌, 向众海岛施行报应。 如此, 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 从日出之地, 也必敬畏他的荣耀, 因为仇敌好将急流的河水冲来, 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 必有一位救属主, 来到石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家给你的灵, 全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 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 从今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 第六十章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那,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 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者女, 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 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 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 你心又跳动, 又欢唱, 因为大海风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 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成群的乐陀并迷颠和以发的独风陀必遮满你, 事巴的众人都必来到, 要奉上黄金与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者女, 你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坛上必蒙月纳, 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 那些飞来如云, 又如吉子向窗户飞回的, 是谁呢? 众海道必等候我, 首先是他师的船隻, 将你的众子, 连他们的金银, 从远方一同带来, 都为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 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 他们的王必服侍你, 我曾发怒激打你, 现今却施恩连恕你。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 就夜不关, 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 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哪一邦哪一国不是奉你, 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 你巴乱的荣耀, 就是从树参树, 黄阳树都必一同归你, 唯要修饰我圣所之地, 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 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 都必屈身来就你, 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 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 为以色列圣者的石安。 你虽然被撇弃被烟户, 甚至无人经过, 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 成为虑代的喜乐。 你也必亚万国的乃, 又亚君王的乃, 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属主, 雅各的大能者。 我要拿金纸代替铜, 拿银纸代替铁, 拿铜代替木头, 拿铁代替石头, 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场, 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 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 你必清你的祥为拯救, 清你的门为赞美。 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 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 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上帝要为你的荣耀。 你的日头不再下落, 你的月亮也不退缩, 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 你悲哀的日子也缘不了。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 永远得地为业, 是我种的栽子, 我守的工作, 使我得荣耀。 至少的族要加增千倍, 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要按定其促成者是。 以赛亚书 第六十一章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猜显我依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老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自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衣, 代替邮相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庶, 是耶和华所灾的叫他得荣耀。 他们必修造已久的方祥, 建立先前妻良之处, 从修历代方良之城。 那时, 外人必起来目放你们的羊群, 外邦人必作你们奸重田地的, 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 人必称你们为我们上帝的谱役, 你们必压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 分钟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灵欲, 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 永远之乐必归与你们。 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 恨恶抢夺和罪业, 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 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弱。 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 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 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上帝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依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象新郎带上华冠, 右象新虎佩戴装饰。 田地怎样使百谷发芽, 原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 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 以塞亚书 第六十二章 我因石安必不静默, 为耶路撒冷必不惜声, 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 明灯发亮。 列国必见你的公义, 列王必见你的荣耀, 你必得身名的称呼, 是耶和华亲口所系的。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 在你上帝的掌上必作为免留。 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 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良的, 你却要称为我所起悦的,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苦,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也必归他。 少年人怎样娶处女, 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 新郎怎样喜悦辛苦, 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切立守望的, 他们就也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 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耶和华只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傍秘起誓, 说, 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的作食物, 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身走。 唯有哪收割的要压, 并赞美耶和华, 哪罪恋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 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 预备百姓的路, 收足收足大道, 减去石头, 为万民树立大旗。 看那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 对石安的居民说, 你的拯救者来到, 他的赏赐在他那里, 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人必称他们为圣民, 为耶和华的属民, 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以赛亚书 第六十三章 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 装扮华美, 能力广大, 大步行走的是谁呢? 就是我, 是凭公义说话, 以大能施行拯救。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 你的衣服为何像踩走诈的呢? 我独自踩走诈, 中文中无一人与我同在, 我发怒将他们踩下, 发烈怒将他们踐踏, 他们的血踐在我衣服上, 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上。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 救赎我闻之年已经来到。 我仰望见无人帮助, 我猜疑没有人扶持, 所以我自己的傍秘为我施行拯救, 我的烈怒将我扶持。 我发怒踩下中文, 发烈怒, 使他们沉醉, 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 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 提在他的池爱, 和美得, 并他向以色列加所思的大恩, 这恩是照他的连述和丰盛的池爱, 赐给他们的。 他说他们诚言是我的百姓, 不行虚假的子民, 这样他就作了他们的救主。 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保抱他们, 怀猜他们。 他们警辈亦使主的圣灵担忧, 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 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 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 在哪里呢? 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 在哪里呢? 使他荣耀的傍庇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 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 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马行走旷野, 使他们不致半跌的, 在哪里呢?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 仿佛山畜下到山谷, 照样, 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求你从天上谁顾, 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 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 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 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 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 你却是我们的父, 耶和华啊, 你是我们的父, 从万古以来你明称为我们的救属主。 耶和华啊, 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 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为你呢, 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之派的缘故转回来。 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 我们的敌人已经踐踏你的圣所。 我们好象你未曾治你的人, 又象未曾得清你名下的人。 以赛亚书 第六十四章 愿你列天而降, 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好象火烧干柴, 又象火将水烧开, 使你的人知道你的名, 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 你曾行我们不能亦了可谓的事, 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度的人, 你曾发怒, 我们迎犯罪, 这境放已久, 我们还能得救魔。 我们都象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象污蔚的衣服, 我们都象叶子漸漸枯干, 我们的罪业好象风把我们吹去。 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 无人奋力抓住你, 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 使我们因罪业消化。 耶和华啊,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泥, 你是遥将, 我们都是你首的工作。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大发震怒, 也不要永远纪念罪业, 求你谁顾我们, 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你的姓一变为旷野, 石安变为旷野, 耶路撒冷成为方祥。 我们圣洁华美的殿, 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 被火焚烧, 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 耶和华啊, 有这些事, 你还忍得住吗, 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 以赛亚书, 第六十五章,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 没有尋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 我在者里我在者里。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背翼的百姓, 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 在园中献祭在壇上烧香, 在坟墓间坐着, 在隐密处住宿, 压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争之物作的汤。 且对人说, 你站开罢, 不要挨近我因为我给你圣洁。 主说这些人是我被中的烟, 是整天烧着的火。 看那者都写在我面前, 我必不静默, 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业, 和你们列祖的罪业, 就是在山上烧香, 在刚上窃毒我的罪业, 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 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沉得身走, 人就说不要毁坏, 因为福在其中, 我因我服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 不将他们全然毁灭。 我必从雅各宗领出后裔, 从犹大宗领出承受我中山的, 我的选民必承受, 我的博人要在哪里居住。 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 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我之处, 都为尋求我的民所得。 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 忘记我的圣山, 及时运摆然直及天命圣满调和走的。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都下都必屈身被杀, 因为我呼唤, 你们没有答应, 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 反到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简选我所不起悦的。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博人必得压, 你们却饥饿, 我的博人必得渴, 你们却干渴, 我的博人必欢喜, 你们却蒙羞。 我的博人因心中高兴欢呼, 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哧, 又因心里忧伤哀嚎。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 为我选民子着祷祷, 主耶和华必杀你们, 另起别名称呼他的博人。 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 必凭真实的上帝求福, 在地上起誓的, 必指真实的上帝起誓, 因为松前的患难已经忘记, 也从我眼前隐藏了。 看那, 我做新天新地, 松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上。 你们当因我所做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做耶路撒冷为人所在, 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一的声音, 和哀嚎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数日夭忙的婴孩, 也没有授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刑算孩同, 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就座。 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摇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压, 因为我闻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闻亲手牢鹿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他们必不徒然牢鹿所生产的, 也不遭灾害, 因为都是蒙爷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养,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谁听。 豺狼必与羊糕同食, 狮子必摇草与牛一样, 尘土必作蛇的食物,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或者是耶和华说的。 以赛亚书 第六十六章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椅, 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电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费 因我怀疑战经的人。 假冒为善的宰牛好象杀人, 献羊糕好象打折九項, 献公物好象献朱血, 消雨香好象清重偶象。 这等人揀选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行可憎悟的事。 我也必揀选迷惑他们的事, 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 因为我呼唤, 无人答应, 我说话他们不听从, 反到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揀选我所不起悦的。 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经的人, 当听他的话, 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 因我明赶出你们的, 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 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 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 有圈话的声音出自成钟, 有声音出于殿钟, 是耶和华向仇的施行报应的声音。 石安未曾渠奴就生产, 未觉腾痛就生出男孩。 国在能一日而生, 民在能一时而产, 因为石安一渠奴便生下儿女, 这样的是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 耶和华说, 我既使他临产, 岂不使他生产呢? 你的上帝说, 我既使他生产, 岂能使他闭胎不生呢?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 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 你们为他悲哀的, 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 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 亚乃乃得饱, 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 由如极乃满心喜乐。 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平安然及他, 好象江河, 使列国的荣耀然及他, 如同将日的河, 你们要从中享受, 你们必蒙普在勒旁, 遥弄在室上。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 你们看见, 就心中快乐, 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 像乱草一样, 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 必被人知道, 他也要向仇的发劳行。 看那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链像船风, 以列路撒行报应, 以火焰撒行扎罚。 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 必以火与刀撒行审判, 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那些分别为圣, 结正自己的, 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 压诸肉和仓鼠并可争之物, 他们必一同灭绝,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时候将到, 我必将万民万族最来, 看见我的荣耀。 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 逃脱的我要叉到列国去, 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公的路德和土巴、 雅园, 并素来没有听见我明星, 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 使他们或骑马, 或坐车, 坐轎, 骑雷子, 骑毒风陀到我的姓山耶路撒冷, 作为公物献给耶和华好象以色列人用 结正的器皿性公物奉到耶和华的殿钟,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 为利未人。 耶和华说, 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怎样在我面前长传, 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明智, 也必照样长传。 会逢月索, 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厮守, 因为他们的从事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都必争护他们。